这个女人刚被人迫害而死 死法极其惨状 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然而等她再次醒来 却发现回到了浩杰之前七岁时模样 她也被这胖乎乎的小手小脚给惊呆了 她心里下定决心 既然一切重来 那么 这一世绝不会重蹈覆辙 绝不放过那些害了她全家的坏人 就在刚刚她躲在树丛中 发现从土坡后捧着肚子跑出来 拉的脸色都有些发青的妇人无厌真 原来这个女人是个人犯的 拐走了她的妹妹灵儿 宏村里的孩子也被拐走了不少 再见灵儿却躺在冰冷的雨地里 衣不蔽体 浑身上下被淋虐的没有一块好肉 被当作一团垃圾式的扔在荒郊野外 野狗正在啃视她破布娃娃一般的尸身 不是因为她 灵儿不会死 她娘也不会抑郁而终 她爹也不会再去 后面的事也不会发生 她想到这捡起一块大小适中的硬食 悄无声息来到吴燕珍的身后 不由分说便向吴燕珍后脑勺砸去 连着咚咚咚猛砸了几下 血 顿时便从她的后脑勺咕噜噜躺了下来 砰一声便扑倒在地 他道 下去的地方恰恰是个斜坡 扑腾腾就滑了下去 滚到一条人工开凿了一半的渠道里 半张脸都浸在了污浊的泥浆里 一动不动的 嘴里还喊着救命 女主悄悄俯下身揪住她的头发 按住脑袋猛地往下压 向着泥浆内死死摁去 她心想这个恶毒的女人早该死了 你不死如何改变我的未来 你不死如何翻盘我全家的命运 那女人被按得咕噜咕噜地喝着泥浆水 瞧瞧没有丝毫松开的意思 所以你还是听我的话安分地死去吧 狠狠地按着那女人 这个吴燕真便是酿成上一世 自己乃至全家悲剧命运的导火索 所以是该死 她感觉自己被什么人给盯上了 心里绷紧猛地站起身来 不远处竟有一群人 她心里咯噔往下一沉 自己重生后 第一次作案的凶杀现场 就这样被人给当场打着了 一个黑衣少年正惊讶地指着杀人的方向 主子刚才那丫头是在杀人吧 这时马上端坐着的白衣美少年脸上 透出一丝吃笑之意 看那丫头也就几岁光景 竟狠至如此 黑衣少年一脸错愕地看着前方 力量 神色也与寻常孩童动力 该不会是个妖孽 你敢相信吗 这个七岁的孩童竟会杀人 原来她的前世经历了朋友的背叛被迫害而死 她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回到了时 她见到了前世的仇人 为了不重蹈覆辙 于是对仇人痛下杀手 但她第一次杀人竟被人全部看到了 看似这平平无奇的山村实则暗潮涌动 一群人露着邪魅的笑容 牵着一只猎狗来到了村子 瞧瞧被爹爹抱着 妹妹灵儿害怕地拉着妈妈的衣角 猎狗的鼻子不停在众人腿脚旁袖袖稠稳稳 她在一个抱着一小女孩的大叔的面前停了下来 来人一鞭子抽象了抱着小孩的大叔 这大叔跌坐到地上 哥哥渗出了一抹鲜血染红了她的衣袖 那拿着鞭子的人面色争鸣 你自己说想怎么死 那大叔表示自己是良民 没有私自开采玄石矿 那猎狗子这尖利的牙齿就向大叔飞扑过去 一口便咬住了她怀里女孩的裙板 胡乱撕扯着 说是吃哪是快 瞧瞧一下从爹爹怀里正脱开冲了出去 挡在了那对妇女的面前 那白衣男子正骑着马赶过来 众人纷纷行礼 原来这人是太子殿下 当所有人的目光都黏在她身上时 唯有她的目光却是落在那面 无表情的小小女孩身上 眼眸深处露出点点笑语 乔乔想着应该可以利用一下这个男人 冷漠地指着前面的一座山 太子瞄抖 问道 玄石矿在那座山上 太子发现三皇兄也在这里 三皇兄心虚地额头冒着汗 太子笑眯眯地和他把着招呼 原来亲爱的三皇兄也在啊 乔乔表示要放了那对妇女才带他们去 天道宗的人恶狠狠地表示 放肆 你敢和我们天道宗谈条件 太子吩咐放了他们 顿时那天道宗几名弟子都像雅丽一样 他们很清楚 若敢反驳 下场便是死 这太子只是表面看起来和善 实际是志气多端 满腹算计 轻易不敢得罪 天道宗弟子只能憋着气 挥挥手放了那对妇女 乔乔带着众人来到了一座隐秘的山洞前停了下来 他记得 上一世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 坊间爆出三王子 四字开采玄石矿的丑闻 很是一番震动 天道宗弟子一时带人前来搜山 花时五天四夜 终于找到这处隐蔽的山洞 地上还有几个死了的矿工 三皇子疑惑地看着乔乔 那丫头到底什么来头 我好不容易得到的悬框使他竟熟悉得很 天道宗弟子进入山洞 来来回回搬了大约五六个藤条编制的大筐子出来 你叫乔乔 太子笑盈盈地向乔乔走过来 乔乔立马掉转头就走了 太子郁闷极了 难道他讨厌 这个七岁的小小孩虽长得稚嫩 却有着狠辣的手段 居然杀了这只体积宠大自牙裂嘴的裂笼 众人差点惊掉了下巴 他的胆子实在大 谁都不敢得罪的太子 屁颠颠地和他打招呼 他竟敢直接走开布里 这太子也是热脸贴到冷屁股 直接整猛了 在他备受打击的瞬间 乔乔早已拍拍屁股站了起来 一路小跑到那名天道宗祭师兄面前 抡起小胳膊往他面前一身 很不客气地颠了颠一只小手 眼见天道宗那位祭师兄没啥反应 呆幕地站在原地 太子连忍不住得笑 眉眼都笑弯了起来 他问你们要带路钱呢 你们不会没钱吧 乔乔性目瞪得圆圆的 蜿蜒鄙视像是在看不共带天的仇人 祭师兄嘴角抽了抽 一手僵硬地便往怀里摸去 掏出一个小银袋子 扔到乔乔小朋友摊开的小手上 拿去 小孩毫不客气地当面打开银袋子 翻看了一下 银袋子里有十几两岁银 在这小山村中 也算是一笔坡风的资产了 乔乔似乎并不满足这小银袋子 反手便将那银袋子趴的一下 砸到祭师兄的脸上 乔乔眼里满是不屑于鄙视 太子连用扇子掩着面 忍不住再次失笑 张嘴便翻一倒 打发叫花子吗 那个什么太子虽然看着讨厌 不过却是这群人里最聪明的一个 能懂他的意思 祭师兄说不清是好笑还是好气 翻手从怀里又掏出两个金线袖的袋子 筒筒塞到了小家伙手中 乔乔毫不客气翻着看了看 袋子里边有五十两黄金 乔乔提着袋子转身 头也不回地便往山下跑去 太子望着小家伙拿钱走人 干脆利落的背影 顿感失落 不自觉地跟着他就跑了上去 一面朝乔乔喊着 看在我免费给你解说的份上 我们当好朋友好不好 太子身后的随从们 看着太子一反长太精的目瞪口呆 殿下好像有点坏掉了 集会场上的人群尚未散去 天道宗的人没说散 自然没人敢随意离开 乔乔的妈妈和爹爹 看到他安然的下山满脸兴起 乔乔只觉得眼前晃过一个庞大黑衣 什么东西从头顶重重压了下来 原来是猎狗呲牙猎嘴扑了过来 乔乔面无表情的脸上已是一惊 太子在不远处也看到这惊人的一幕 大喊着 乔乔小心 危急关头 乔乔蹲下身从袜套里掏出一把匕首 只见他一个急冲 三两步冲到巨大猎狗腹下 只听到蹭缩的嘶嘶声 直到猎狗痛苦的哀嚎嘶吼声响起 众人的表情 这才从目瞪口袋转变成极度震惊 君都感到有些不能立马适应 猎狗皮操肉厚 体积庞大 就凭小乔丫头手中那把小小匕首 怎么就能为那大家伙瞬间开膛破度 他是最年轻的天才玄力师 能够成为玄力师的都是凤毛麟角 一般人在七岁时有前辈的指引下才可以开启 能够开启玄力的人也是少之又少 也不知他是怎么稀里糊涂地开启了玄脉引动了玄力 只见他的手和那代谢匕首闪闪发着光 难怪威力那么大可以杀死体积庞大的猎狗 玄力 他是玄师 纪师兄的神色一惊 随后便是面容一喜 玄师是极其珍贵的存在 乔乔抬手看了看自己手上被狗抓上的伤痕 然后摊开手给纪师兄看 表情冷漠一言不发 太子瞄懂 你们的狗伤了人 需要赔偿 纪师兄取出一个宝盒交给乔乔 乔乔打开一看 既是一匣子换花眼的贵重的珠宝首饰 按说小姑娘家的应该会喜欢这些吧 但乔乔却是个奇葩 他看了一眼匣子便收回目光 百明星智缺缺 太子又是瞄懂 成了他的发言人 金子 只要金子 纪师兄更是无奈地收回宝匣子 换了一匣子金元宝递给乔乔 乔乔心满意足捧着金子正要走 只听得纪师兄在身后向他发出邀请 让他十月十五去参加玄师大会 原来纪师兄看他是个难得的人才 想把他吸入天道宗门下 乔乔停下脚步掉转头 表情冷漠让人不寒而栗 没兴趣 天道宗的人一听这口气顿时实话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竟还有人会拒绝天道宗的邀约 咦 原来你不是哑巴呀 太子连一个剑步将乔乔揽在了怀里 乔乔怒目瞪向对面那张笑盈盈的俊脸 心里忍不住咆哮你才哑巴 你全家都哑巴 太子瞬间瞄懂小姑娘的眼神 神来一举 我全家不是哑巴 连太子俯下身查看着他受伤的小手 取出秘方调制的药膏替乔乔涂抹上 怎么不说话 我们不是朋友吗 乔乔看着他这般讨好自己 心里有些触动 但还是冷冰冰的 必定前一世就是被朋友出卖才会那么气惨 因此他不需要朋友 太子连并未生气 微微笑着 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虽然你没说话但我懂你 这就是心有灵犀 乔乔一把甩开了他的手 转身头也不回地跑到了他的爹爹和妈妈身旁 太子连的手下询问太子是否想将这玄石小姑娘吸入到他们门下 太子连表示这小姑娘像块千年寒冰并不好过吗 晚上乔乔和妹妹相拥而眠 他梦到自己进到了一个奇妙的空间 他意识到这是他重生前修炼的内戒和玄石体 上一世修了十年的玄石体 这一世 这七岁的身体难道就拥有了 快看这地里居然长出了金子 乔乔小朋友挖了好多出来 他记得前世诗魁之乱 吴燕珍那女人从自家后院挖出一地的黄金换粮食 因为乱世之中 经营财富都比不上你的金贵 所以他想趁着还有价值的时候 把这黄金用在别的地方 吴燕珍可能做梦都想不到 他家地里的黄金会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 一个村妇这敛财的速度也着实惊人 悄悄将黄金塞进个包袱中 往肩上一甩 小小的身子背着个又沉又重的大包袱 霍地跳上了吴燕珍家的墙头 几分钟后 吴燕珍与丈夫被门外的火势枪洗 一打开房门 就被眼前熊熊燃烧的烈火吓得呆住了 起火 快来人了 小家伙背着个大包袱拼命地奔跑着 结果后面传来了太子莲的声音 瞧瞧我们又见面了 瞧瞧万万没想到在这也能碰到这个温神 放火又被他带到了 差点脚下打滑栽倒在地 不由地骂了声 跟屁虫 太子莲的手下也不禁大惊 第一次遇到他是在杀人 第二次又在放火 太子莲问乔乔这家的女主人是不是跟他有仇 上一次 是想把人家摁死在水里 这次又是放火烧他的家 要是没点过节 谁也不信 既然这么讨厌这个人 可以帮忙弄死那人 乔乔连忙拒绝 太子的手下还以为他是发善心了 结果乔乔表示要让那人 生不如死才好 一个小小孩竟如此心狠 杀人放火后也是如此淡定 乔乔转而冷冷地看向太子莲 询问他们为何在此 声音冷冰冰的 太子莲爱莲的伸手摸摸他的头 也许我们再次心灵相通吧 没想到小东西一拳头 就打向了毫无防备的太子莲 太子莲却并未生气 手一下握住他的 让他不要用力会痛的 乔乔还拼命挣扎着 太子莲递给他一把戒指样的东西 让他以后打人就用这个东西 会顺手又利所欠 原来那尺子是玄器 十二级的 以乔乔现在的玄力无法使用 所以太子莲把他封印了一部分 太子的手下都不敢相信 太子会把这么好的东西送给这小女娃娃 感情是被打赏了吗 乔乔还让太子给他找一把连弩 太子满口答应 然后乔乔又开出了一个清单 一千根铁石 全家往后二十年能穿的衣物 需要在十天内给他 太子不假思索地全部答应下来 他也不知道这女娃娃葫芦里 是卖的什么药 乔乔把那一袋金子扔给他们 说是货款 还余下地给他们满事的 说完头也不回地撒腿就跑 太子抑郁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自己咋这么不受待见呢 利用完就跑路 也不和他多聊会 这么说来 那奇葩小丫头 今晚杀人放火打家劫舍 就是为了掏金子 买未来二十年的衣物吗 他还是一个最小的顶级服录师 每一位服录师 都是叱咤风鸣的人物 他也算是活了两世之人了 世间少有的数位服录大师 那可都是几百岁的老人了 无所不能知服录之术 功可屠录万物 弹指尖城池近毁 防可稳定神使 自行开启守护神魂之力 辅天地万物 他记得上一世十六岁才开启悬脉 并不断修炼 但就是快死时 也比不上现在的半分 服术也是上一世 不可企及的水 没想到现在七岁就拥有了 这一世他拥有了 改变命运的力量 瞧瞧来到玄石矿的那座山前 这座山除了玄石矿 还有更珍贵的 就是传说中的桃园秘境 无论是上一世 还是这一世 都没有人发现秘境的所在 瞧瞧到处看了他 感觉有点失望 可能是他想的太天真的 宝地秘境也只能凭借缘分 是可遇不可求的 一抹灵动的小身影 快速地掠过枯木丛生的山林 只见一棵树上绑着一个少年 歪搭着脑袋靠在树干上 一个像娇怪一样的女人 连不清一腰之款摆 上前伸手托起少年的下巴 少年呼得微微抬了抬下巴 嘴里竟含着一个钉子 那女子慌忙扯拉过身旁 一名壮汉挡在自己面前 那壮汉碰一声栽倒在地 只把身旁的几个壮汉 惊得张大了嘴巴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只听到那女子娇滴滴地叫道 断狼 你太过分了 少年的目光向乔乔这边挑过来 乔乔不自觉地向树后缩了缩身子 难道被他发现了 那妖怪样的女子又娇滴滴地叫着 断狼你就乖乖喝一点了 少年虽然嘴巴干裂 但还是极其厌恶地叫他滚 那少年竟对乔乔的方向喊道 小妹妹 快跑 千万别落到他们手里啊 这小子 摆明就是阴他 乔乔刚要逃跑的小脚顿时滑了一下 面瘫的小脸上滑过一丝浅浅的愤怒 果不其然 小少年这么一叫唤 四名标形大汉以及内妖国 齐刷刷地向他藏身之所看了过来 乔乔当机力断撕开一张速度符 速度猛然暴增三倍 他整个人仿如一只离弦的剑 墨地便朝相反方向逃跑 标形大汉随即便追了过来 竟连根拔起枯木向乔乔砸了过来 乔乔再度扯出一张力量幅四胎 一脚踹了过去 直接将两颗枯木踹的蓝腰截断 上半根枯竭的捕木 朝着身后追击的四名雕形大汉横扫过去 那妖婆直直地看着乔乔 不跑了吗 小妹妹 乔乔没好气地回答 谁是你小妹妹 你那么老 这话直接惹怒了那妖婆 那绑在树上的少年要乔乔帮他解开绳索 这少年刚才那一叫就把乔乔给暴露了 乔乔打他还来不及 说时吃哪时快 乔乔飞去就是一拳打在那少年的腹部 这威力真不小 那少年连着树干直直地向地上挡去 只见那少年手中多了一个黑色的珠子 猛地将那颗黑色珠子朝着腰迫的方向抛了出去 只听到轰的一声 整座山都在震动 那少年带着枯木飞梯而去 乔乔随后便追了上来 少年不仅惊讶 怎么没有把他震晕呢 追着追着这家伙居然凭空消失了 乔乔疑惑难道他知道桃园秘境 难道这个背着枯木逃窜的少年 真的知道桃园秘境吗 那少年带着枯木 从两排交错成门洞状的枯木丛中穿过 刹那间在乔乔眼前消失 他眸光一闪赶忙追上 从枯木中穿过时 感觉浑身像是碰触到了一层毛茸茸的水质薄膜 一晃眼便穿了过去 再次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排排杂乱无章的石头 如同进入一座石灵 闭眼睛望不到头 在不远处乔乔发现了那个 带着枯木逃跑的少年 乔乔正查看四处环境 那少年朝他喊道 喂 帮我解开绳索 乔乔慢吞吞地走近他 忽然间毫无征兆的 将玄尺给召唤了出来 上前不由分说便是一记生猛的拍打 乔乔知道这个少年绝不是善类 刚才还把他故意拖下水 害他差点丢了性命 那少年还装出一副可怜像 告诉乔乔自己叫段月 骨子里是个好人 乔乔质问少年是不是知道桃园入口 要不怎么那么多人追杀他 少年一时忘了这丫头的凶残厉害 竟脱口而出 一个乳袖未干的丫头 居然知道桃园之地 乔乔反手对着少年的头 就是一顿猛敲 打得那少年连连求饶 原来这秘境有五个入口 每个入口打开的时间都不相同 少年让乔乔给他松绑 他好把地图拿出来看 乔乔竟然直接将他翻整了个个 硬生生掰过他的手臂 让他绑腹的双手翻到了前面 哇靠 真特么疼 段月好想飙泪更想骂人 碰到这么凶残的小丫头 他也是无语 只探自己的命不好 木头还挡着他的视线 乔乔一掌就披断了那枯木 那少年看着地图 一会掏出了一个催心雷 丢了出去 只听碰的一声 地面碎石乱飞 地下竟出现了一个黑须须的洞口 深不见底 随着段月便跳了下去 乔乔拉住了捆在段月身上的绳子 然后乔乔一把松开 紧追起后 段月直挺挺地摔在了一棵大树下 乔乔落下直接踩在段月的身上 段月成了肉垫 直疼地咔哇哇大叫 乔乔一下被眼前的景色给迷住了 桃园之地看上去就是一座优秘的山顶 山谷周围一圈 皆是玄石矿山 起伏连绵风乱跌掌 里面的玄石不计其数 段月表示自己好久没喝水会渴死 乔乔将他拖到了湖水边 一下将他按到脏兮兮的湖水里 咕噜咕噜地被灌进去一大口水 然后抬起头净吐了一地 这水净是色的 乔乔表示现在有水喝就不错了 等断水断粮的时候 泥浆水都是好的 正在这时那妖婆带着几个壮汉就追了过 这个七岁的小娃娃 竟然把桃园秘境练化成了一个透明的珠子 珠子里面有一片桃林与湖水 这就是缩小版的桃园地呢 那个妖婆居然寻着乔乔他们踪迹追了过来 乔乔让段月再拿个手雷给她 段月开始还不愿意 支支吾吾的 乔乔一声怒吼 段月知道把这丫头惹毛了美好果子吃 只得就范 乔乔让那妖婆他们退后 不然就炸了这迷径 老妖婆大怒 这时壮汉中有几人倒在地上 只见那人口吐白沫 身体发紫 一看就是中毒而死 忽然间这里蒙上了一层诡异的气息 什么东西 姚姬背脊发凉地扭破头去 眼角瞥见一抹白光掠薄 她当即毫不犹豫地甩出手中檀香扇 一道旋力附着起上 舒然与白光相撞 手中的檀香扇再次附上旋力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白光轰击过去 乔乔深吸一口气 呼得仰起袖中滑出的黑色戒指 以极快的速度迎头挡住了姚姬这一击 妖婆的双眸却在一瞬间瞪大 以震惊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小女孩 自己是个七级悬尸 这小女娃娃居然挡住了她的攻击 乔乔也惊叹于太子给的玄器静这般厉害 这是一只小松鼠跳到了乔乔的头顶上 一双乌黑溜溜的小眼睛眨巴眨了十分可爱 刚才那几人就是被这毒鼠给咬了 小白鼠逃窜的方向正好是对着乔乔 而妖婆横冲过来的旋力 容不得乔乔考虑太多 她唯有迎击而上 方能挡下来不受损伤 乔乔伸手将小白松鼠扯了下来 刚要将她甩出十万八千里再也不得近身 忽如其来的四面八方凝聚的旋力 却将她整个人完全地定在了原地 四面八方整个秘境内的旋力都在源源不断地向着她的这个方向聚落 乔乔愣愣神之余 立马沉心静气盘息落座 面色凝重地将四面八方涌来的旋力慢慢导引入旋迈之中 妖婆的手下不禁大惊 这丫头在炼化桃源地的旋力 但妖婆满眼地羡慕极度恨 表示炼化着秘境的旋力 只会把她撑爆 壮汉用手试探了下那乔乔周围的旋力 竟被弹飞了出去 眼见着乔乔在源源不断地吸收旋力 而又安然不恙 老妖婆直击地炸毛 她居然没有暴体而亡 随即她也运功准备吸收旋力 但却没反应 旋力绕过了她直冲那小小孩 她见无法吸收到旋力又让手下去搬旋石 屋地 脚下的地面开始抖颤起来 整个大地都在抖动 桃源地要崩了 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大坑 旋石纷纷落了下去 妖婆他们刚要逃出去 结果发现来时的涌道居然不见了 围绕在乔乔周身的浓厚旋力不知何时已散 仔细地望着一点点随着秘境崩裂 而蒸发消失的桃花铃与小铃 她这时才发现手上居然多了一个透明的珠子 她怎么感觉这颗透明的珠子里面 有一小片桃铃与湖水 盛产玄石的矿山 大片桃铃 湖水竟被小女娃娃炼化成了一颗小珠子 谁得到了这颗珠子 谁就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悬框石 乔乔看着手上多出的珠子 碧脸狐疑地拿给段月看 段月少年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碧脸猛逼地瞪着桥桥小朋友 以为这小孩只是在炼化吸收桃源地内的旋律 没曾想这般丧心病狂 竟然是将整个桃源地一并炼化 这种直接炼化秘境的方法 只存在于传世秘史之中 难怪桃源地要崩 桃源地被炼化了 瞬间反应过来的妖婆 眼中难眼贪婪 一手抓向小孩手里的圆珠 一手直接拍出一掌朝桥桥的胸口打去 桥桥退后一步 绷着张小脸 扬起黑色戒齿便是迎头一挡 绿色悬光四散飞舞 妖婆满脸震惊 自己用上了七级悬尸的全部力量了 但却依然未曾伤及小孩分毫 段月将绑腹的双手伸到小孩面前 让桥桥帮他解开 桥桥也没多说什么 直接抽开他手上的绳索 段月感觉有一道黑色疾风般的影子 忽从桥桥身旁卷过 五指成长 凄惨苍白如同五根肌骨 直直地朝着桥桥肩上抓去 与此同时段月少年下意识地往前一跳 或许他自己都有些猛逼 为什么会在这种危机关头 直接冲出来挡在死小孩身前 迎上了鬼刀的这一抓之力 只听咔嚓一声 鼓逼的段月已严重骨折了 妖婆见又有人和他抢桃源之心 不禁怒火中烧 原来来人是鬼刀门的 妖婆本人的修为亦不如鬼刀 鬼刀对他满眼不屑 妖婆也没办法 如今形势只能干瞪着眼着急 段月早听闻鬼门的厉害 令人不寒而栗 他俯身在乔乔耳边低 鬼门的人更难对付 这下子我们真的是玩完了 乔乔小朋友可不是吃素的 他灵机一动想借刀杀人 先解决那妖婆 告诉鬼刀要想得到这颗珠子 先把那妖婆给解决了 鬼刀自从当上长老后 在哪都是横着走的 压根也没将这小丫头放在眼里 他让小丫头乖乖把桃源之心交出来 就可以饶她一命 乔乔表明若是大叔不照做 就宁可把珠子毁掉也不给她 老妖婆听到早被弃的气窍声音 鬼刀浑身凶煞之气外放 但还是被眼前这小孩的气势给震慑到 忽然听到一句小乔乔又不乖了呢 声音咋这么熟悉呢 原来是太子莲的温神又来 这个太子莲是个表里不一的凶残的家伙 他用手指轻轻一点 竟让鬼刀和妖婆置身于熊熊大火之中 乔乔杀人放火都没逃拨太子莲的法眼 这次也不例外 乔乔正要挑拨鬼刀去解决掉妖婆 太子莲这温神又出现了 小乔乔又不乖了吗 一道缥缈温和的声音由远而近 不消片刻已至他身边 一把将他圈在了怀里 乔乔有些猛逼 怎么感觉到哪都能碰到那温神 太子莲满眼爱莲 质问乔乔为什么老是做一些危险的事 乔乔小朋友冷漠地表示 就是自己死了也与他不相干 没想到太子莲伸手重重拍了一下他的屁屁 乔小朋友甚至感到小屁屁被那手镜拍打得有些疼 一张老脸瞬间变胀红了 太子莲目光严肃而认真地盯着他 告诉他生命不易 要好好珍惜 他其实真的有点看不懂 一个小孩怎么可以这么凶利 在如此绝境下竟能完全弃自己性命不顾 乔乔也明白 像今天碰到强敌的局面 他想赢的几率是非常小的 他是死过一次的 再死他也不怕 他也是抱着必死之心想再拨一线生机 听着这小子的话也是微微一震 这小子必定是关心他的 乔乔挣扎着让太子莲放开他 太子莲表示带他处理掉这些人 只见他修长手指向上微微一点 红彤彤滚烫的热烟 每一蹴都有拳头大小 犹如天女丧花般从天而降 羞羞羞羞细像瞠目结舌的鬼刀腰婆等人 小乔同学下意识地伸手捂住头顶 可他很快便发现 那些空袭的热烟 压根不往他头上来 直接绕过他雨帘太子 嗖嗖追着其他人凶猛吞噬 不消片刻 半个石灵都陷入一片火海 这是什么 鬼刀慌忙运转旋力想要抵挡热烟 不过周身腹上的旋力瞬间 就被火热的烈焰灼烧殆尽 鬼刀等人的身体突然间暴露在火中 刹那间变成了一个大火人 太子莲只见一点 便从火中取出一条飞卷而至的绳鞋 乔乔看到绳子不免担心 起替他挡了一招的断月 目光在红彤彤的火海中来回 扫尸查看断月的行踪 太子莲让他放心 那小子是暗器世家的人 有自保的能力 早就跑了 乔乔那冰冷的脸上竟然有了一丝笑意 那小子也不是个等闲之辈 乔乔拿着那颗桃园之心问太子 这东西要怎么用 他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就把桃园帝给炼化了 他也算两世的人 但也对这个东西闻所未闻 太子莲也不仅大惊 连夸他太厉害 还忍不住在他脸上轻轻了一下 乔乔出手就是一拳 只打的太子莲卯克掌包 乔乔又想起了什么 吴燕真 你把他送 这桃园之心不但有大量的悬框石 还能存储外界的事物和旋律 是一颗难得的宝珠 乔乔在太子莲的指点下 将旋律渗透进桃园之心 珠子当即放出耀眼之光 瞬间腾跃至半空 在半空中勾画出一片海市蜃楼之井 整个桃园帝在他眼前无尽地放大 得到了宝珠需要避人耳目 小乔同学活了两世 能够激动的事情已经不多了 但此刻 即使他心智成熟 冷静淡定 都由不得他不激动 正在这时一把破破烂烂凋零成两半的檀香扇 被像垃圾样丢在了地上 乔乔这下才看清 竟是那妖婆跪在地上 现在的他完全没了先前的风采 整一个乞丐跌坐在地 横头垢面 太子表示这人交给乔乔处理 桃园被恋化之时 若被人知道 肯定有不少人会来抢这宝珠 妖婆早就怂了 姑娘放心 桃机什么都不会说 乔乔让他回去说是被碰到高手姜儿等近面 你好不容易逃回去报信 好好演戏 说完一幅秀将倒霉的妖婆震出去数米远 一旁的太子看得不仅扑斥一笑 这小女娃心机还颇深 随后他告诉乔乔 他要启程回京了 让乔乔不要做危险的事 过一段时间他会来看她的 他要的东西也会送到 那人贩子无厌真被太子弄到黑城去采悬矿石去了 估计就在那中老了 乔乔虽然还是一张面贪脸 但看得出他对这安排还挺满意 黑城他确实是听说过 苦寒之地 也算是进了地狱 这次想改变命运就得把这吴燕真给安排好了 太子伸出手表示要送乔乔回家 太子连的手段 乔乔算是见识到了 非但不觉凶残 还觉甚何心意 而且刚才还救了他一命 现在看太子也顺眼了许诺 小手任由太子牵着 太子的手下还未见过他家太子殿下 这般小心翼翼对待过别人 这凶残小丫头 还真是莫名对了太子爷的胃口 乔乔想着过几天就会发生势轨之乱 还不忘叮嘱太子 回京路途遥远 一小心点 若是遇到一类行动迟缓浑身腐烂的怪物 最好静而远之 突然从地里拱出一只小白松鼠 朦朦朦的小毛脸上 一双机灵大眼睁得圆滚滚的 是 小白鼠发出一声可怜的惊叫 小主人呢 小主人怎么不见了 他原地蹦跆了一会儿 四处嗅了嗅其尾 奋力朝着乔乔离去直处追去 小主人救他的命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他一定要跟根根 乔乔一溜烟小跑到了家门口 灰心似箭刚踏进门槛 就听自家小院子里传来一道阴阳怪奇的声音 哟 这郑主儿总算是回来了呀 郑中央座椅上的老太太 面色不善地对旁边的人命令道 给我按住这小畜生往死里吧 没想到这一道家就是一场红门宴 这个老太婆居然命人打死自己的孙女 乔乔的妹妹被卖 杨慧抑郁而终于这老太太脱不了干系 她平日都是暗戳戳往死里整她娘 乔乔回家她非但不关心 还要对乔乔下狠手 随后命令两人上前就要开揍 结果乔乔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啪啪啪 那二人脸被印上了深深的手印 红滋滋的火辣辣的疼 这一事乔乔绝不会坐以待毙 任她摆布 一看乔乔的爹爹来了 老太太哭丧着脸向她告状 乔乔冷冰冰地骂道 活不下去你就去死啊 找根结实的柱子撞一下 老贱人 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这样毒辣刁钻的话 是一个孩子能说得出来的吗 她爹正准备批评她 她娘也赶了过来 看到她安然回来欣喜不已 乔乔想把前世妹妹 被拐卖致死的事告诉她的娘亲 于是就把这件事说成是做的梦 以此来提醒她的娘亲 她娘听到了十分震惊 猛地上前一把捂住女儿的小嘴 然后她表情坚定地表示 林儿过继给别人的事就此作罢 这时小姑大发雷霆 张口就教训起乔乔和她的娘亲 乔乔被过身去懒得理她 随口一个老贱人 只把小姑气地说不出话来 这时三太公和村长居然来了 这两人是村里最有威望的人 也不知道是谁请来的 老太太不禁心虚起来 瞧瞧上前对三太公和村长行了个礼 开始控诉起老太太的所作所为 祖母不辞 罔顾母亲的意愿 执意卖给大户人家抚养 使我们母肉分离 自己小小年纪 也不知道犯了什么事 让她屡次三番想对自己下毒手 若是家族里实在容不下我与妹妹二人 倒不如将我们姐妹俩一起逐出家门 老太太望着三太公投来的严肃目光 哆嗦着唇皮 气得真恨不得背过气去 这孩子是神鬼附体不成 怎么能自自诛心地说出这么一段话来 她娘亲听着瞧瞧说得很在理 而且老太太平时的所作所为 她也早就看不下去 脸上升起阵阵怒意 母亲我们家虽穷 也轮不到卖女儿的地步 那老太太平时在家都是她说了算 这下全反了 脸都气绿了 指责起瞧瞧的娘亲肚子还有个 三个孩子要怎么样 三太公不怒自威 这事发话了 中邦家的事 你以后就甭管了 我们这一脉 虽然落魄 但还不至于养不起一个孩子 有三叔公在的一天 就饿不着你们家几个孩子 中家三兄弟都各自成家立业了 我给你们做个主 今儿就在这 把加分了吧 老太太听得差点摔倒 这是明摆着在削她的拳 极力反对着 瞧瞧的爹爹一向对老太太言听计从 一看她老母亲不愿意 刚想说点什么 三太公在瞧瞧爹爹的耳边 窃窃私语了下 后面她爹爹也不再说什么 分家进行得相当顺利 老太太一个人鬼扑狼嚎根本没用 有了老村长当见证 三太公一手促成了分家仪式 连文书都掏了出来 记得清清楚楚 瞧瞧勾勾了勾嘴角 犀利的眸光 自老村长与三太公身上掠过 待转过身时 眼里不由自主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然后她回到了自己房间 不仅感慨诠释真是个好东西 手握权释便可掌控一切吗 原来乔乔家能顺利分家 失败太子所赐 三太公与老村长战战兢兢地跪在了太子连面前 秉戏脸妻不敢出声 太子命令他们今天之内就得把乔乔家分出来 老太太不长眼地找乔乔一次麻烦 姑就找你们一次麻烦 不知 你们两家十八口人 够不够姑找三次麻烦 太子拂袖起身 俩老头立刻虔诚的五体投地 表示会谨遵殿下之命 隔日清晨 乔乔被屋外的声音吵醒 叮叮咚咚的好似搬东西的声音 乔乔的娘亲一会就跑来告诉了他 外边有人送东西 他的眼里写满了惊讶 乔乔一听就意料到了是什么事 马上向外跑去 只见屋外停着十几辆马车 一口口箱子将马车都堆满了 乔乔也着实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他觉得自己好像没买这么多东西啊 他原是凭着记忆想着尸馗之乱快爆发了 所以才提前做准备 太子的手下走上前来 满眼带笑 这里有三千只金铁打造的箭矢 十根乌鲸剑 滴血认主后 每次打出去都能将它们收回 此物不可多得 定要收藏好 说完还捧着一个盒子给瞧瞧 表明这是乌鲸打造的十二级的玄器乌连弩 乌鲸这东西 哪怕他在孤陋广闻也知道 这可是专门打造玄器用的上品材料 十分具有灵性 他给的九百两金子 别说买其中一只乌鲸剑 就算是半根的毛发都买不上好吗 乔乔这两世之人也被这震惊到 他也没有买这些东西啊 太子的手下连忙解释这个是送的 不要钱 乔乔这时转身看着一箱箱的衣物箱 照之前约定好的 某太子给他购买二十年能穿的衣物 二十年似乎有些久远了 当时他还真是有点为难他 乔乔让那太子手下语素把东西放下 就可以走了 还真是个没良心的小家伙 东西一收就不认人了 语素面带微笑地表示 太子让他以后就留下来听评小主子的差钱 乔乔皱皱眉撅了撅嘴 摆明自己没有钱养他 哪知道这语素直接递过一个包袱 表示这是他的三年的伙食费 乔乔也没想到太子这么好 送装备还送人连带伙食费都送了 不仅快金掉了下巴 然后又出来一个小丫头 也是手捧的一个包袱递给他 他是来给小主子洗衣做饭的 还自带了伙食费 乔乔随手掏出一个金子让他去买菜 小丫头见小主子这么快就接受他 高兴地蹦蹦跳跳地就跑出去了 这个毫无人性的太子 小丫头的伙食费都准备好了 这个像鬼样的老太婆 是能将孩童活活练成傀儡人的邪体师 悄悄取出桃源之心 将一丝旋力注入其中 珠子一跃放出奇光 半空中刹内间出现一座半透明的山谷 星面一洞间 脚下的几十只箱子快速地入了桃源地中 整齐地摆放在桃林前的空地上 他想着前些天叫二叔采购的东西做到 就可以离开村子了 老婆婆你是什么人 你要干嘛 你不能闯进去 门外传来小虎哥焦急的叫声 不到片秒 院门就被人蹬一脚踹开了 小虎哥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朝着乔乔这头飞了过来 乔乔一惊之下 眼底泛起了寒意 脚步一动 人已掠向了飞过来的乔 伸手将他接住 血抵不住这股冲力 抱着小虎哥蹬蹬往后退了好几步 小手一摸之下 小虎哥胸口一片黏糊血迹 人已昏迷了过去 院门口呼地出现一张十分猙獰的老脸 长相十分恐怖 原来这老脖子不经意嗅到了秘境恋化后 悬欲动开外露的一丝气息 像鬼一样张开双手向乔乔抓了过来 乔乔下意识地向后一臂 老脖子满眼疑惑 抓人的手盾了下来 上下打量了下这小女娃 才发现这小娃娃竟是个悬尸 这么小的年纪是难能可贵了 乔乔心里一惊 这老脖子是八级悬尸和鬼刀的实力互相上下 定是感受到了桃园之星的气息追踪而来的 老脖子一伸手将昏迷不醒的乔虎给吸到掌心 他速度十分快 乔乔出手阻拦也不急 两人修为实在相差太大 老脖子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声音 不老实交代 就把你们练成傀儡小鬼 让你二人勇士不得超生 乔乔见着敌强我弱的情势不仅大叫着 熬夜 听到小主子呼唤的语速迅速来到了他的面前 熬夜是语速的小名 熬夜手中三尺惊鸿已然挑起飞至老脖子面前 逼得脖子一惊之下 正在这时熬夜手里的剑近一分为二 飞起一剑就刺向了老脖子的背部 老脖子的十根枯柴般的手指竖地竖起根根锐利的尖刺 熬夜一看这是个邪体师 只是这荆棘独腾的等级似乎低了点 不同于玄师的光明磊落 邪体师通常都被打上邪恶暗黑的标签 这类人通过吸取邪兽邪直身上的力量 融合为己用 借以提高自身实力 熬夜询问乔乔该如何处置这人 乔乔不假思索地表示 杀了他 熬夜呼地放出一只皮毛光亮浑身漆黑的巨兽 张着血喷大口 直向那老脖子扑了过去 一掌就将老脖子踩翻在地 老脖子凭着最后的一丝气力 幻化成了一个蓝色的光球 然后飘到乔乔面前 还威胁乔乔 小娃子 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杀了 我宗教中人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家都得给我甜命 可想好了 乔乔一戒齿就朝那光团打过去 只打得那蓝光向天里散花 四处消散 乔乔不仅问道 傀儡小鬼 是什么东西 傀儡术是能够将童男童女活活练成傀儡人 这是鬼门极为隐秘的秘书 从此没有意识 犹如提线木偶般听从主人命令 乔乔一听这种骇人术 厌恶至极 狠狠地操持着手中黑色戒指 直打得那团篮球四处飞散 熬夜看着那刚才受伤的少年 担心地表示这人伤势过重 可能就不活了 乔乔也很清楚 小虎哥惊的那老婆子重重一击 五脏六腑都造成了很重的创伤 这个小山村里恐怕无人能指 乔乔低着头 还在为刚刚发生的事自责 熬夜也是觉得这小姑娘 不禁一时露出的神情 像是经历过数十在世事沧桑一般 看着叫人有些让人心疼 乔乔看着昏迷嘴角流血的小哥 也是心疼不已 然后将小虎哥放到床上 上一世这小虎哥是被尸腿咬死的 二叔也因为想为他报仇而丧了命 这一世乔乔本想扭转他们的命运 但却还是这般下场 乔乔看着小虎哥自责不已 是我的错 如果不是我贸然拿出了桃源之心 这是一个声音传来 主人 别自责了 这小哥哥一点小伤 你以前一根金针就能治好了吗 乔乔吃惊地看着四周 大鹤岛 谁在说话 呜 主人 是我 我是球球了 软萌的声音可怜巴巴地拖着哭腔 有一次乔乔凝神探视自己身体中的悬脉石 那是丹田的时候看到了里面有一棵树 修炼出来的旋律都被这棵树给吸走了 后来还占了桃源之心 难道刚才说话的就是那棵树 球球接着说道 主人 你只要打开心域拿出尊师送你的那套神针 肯定一下子就能治好床上这小子了 乔小朋友疑惑得很 这什么心域 尊师 听都听不懂 这丫的肯定认错人了 球球怎么可能认错 您是球球的主人了 您不记得球球了 这球球说的话让乔小朋友一脸猛逼 我真不认识你 球球又从心域里找到师尊的药丹 这药丹是可以七死回生的 一颗赤红色圆溜溜的丹药 呼得从树根下蹦了出来 乔乔有些猛逼 下意识地伸手接住了那颗丹丸 这红色的小药丹 散发出清香的药材味 他想着这棵树难道成精了 他扶着小虎哥吞下丹药 一会脸色就红润了许多 乔乔惊惊喜不已 真的有效吗 球球 这时小树疲惫的达拉下了一根根树叉 覆盖在树身上的盈盈绿光暗淡了很多 主人 我累了 声音虚弱完全没有开始的活跃镜 刚才取弹药损耗了他太多气力 但这棵树乔乔确实没有什么 这个小哥哥被邪体尸打伤了五脏六腑 竟被一颗神奇的药丹起死回生 乔乔总感觉是哪里不对 上一世死前好不容易旋力才修成玄石体 也不精通服术 这一世却轻轻松松就得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修行 这时他的娘亲回来了 正在屋外叫他 小虎哥也醒了坐起身来 妹妹 那个凶巴巴的老太婆呢 乔乔笑眯眯的表示 那人已经走了 没事了 他一路小跑出门 站在院子里神情就微微愣住了 小院子里的四五十框蔬菜肉情堆的到处都是 丫鬟少要不好意思的笑着 主人 奴婢知道小主人有收集物资的爱好 将整个集市能买的菜都买回来了 原来是乔乔给的金子打发他去买菜的 因为金子市值是非常高的可以买很多东西 丫鬟以为乔乔是要他买得越多越好 乔乔的娘亲也是一脸震惊 还担心买这么多东西没地方放 乔乔想着吃鬼之乱快要爆发了 到时候拿着钱都没处买 现在多买点东西也好 娘 我们要搬家了 他娘亲以为是听错了 转而又反应过来 询问他是为什么 乔小朋友说起晃来眼都不眨一下 上次悬旷石的事 让他被邪教盯上了 怕会被抓去做傀儡小鬼 太子让他们尽早离开村子 小虎哥一听有人要抓乔乔 紧张得不得了 除了脸色有几分苍白外 身体看上去已无大案 乔小朋友估摸着趁诗鬼之前 让二叔置办的东西也应该要到了 等二叔一回来就可以走了 随后乔乔将一叠制物符递给他娘亲 这制物符是可以存取物品的 方便搬家 正在这时二叔风尘仆仆地站在了门口 二叔听闻了乔乔有危险的事 也支持尽早离开这里 还提议去方家村 乔乔认为方家村太近容易被找到 要找个有军队驻扎的西九城 这样邪教就不敢轻举妄动 二叔一脸疑惑 这小丫头怎么不像个小娃娃 办事怎么竟比他娘还老成 乔乔也是一惊 难道这二叔发现了什么 他为了转移二叔的视线 连忙跑去看那些货物 二叔好厉害 买了好多东西 然后还抓起几粒种子 这是纸血草的种子 二叔当即笑了 那就是有用啊 那兜售的摊贩还真是没骗我 乔乔真厉害 连药种也认得 乔乔不由一愣 抓着药种的小手微微地僵了一僵 心底浮上一丝莫名 对啊 他怎么会知道这是纸血草药种的 快看这是诈尸了吗 一个脸上沾满了血 眼珠子向外突出的诡异女人 向太子的车队扑了过来 晚上天空中乌云密布 乔乔前去看望上次被猎狗撕咬的小女孩 想劝他们趁势癸之乱发生之前 尽早离开村子 他的娘亲表示 那孩子现在还有点一惊一乍 应该再过几天就好了 乔乔想着遇到那种情况也难怪会惊慌 这家人都挺好 以前家里缺衣少时时 都是他们接济 如今诗魁爆发在即 乔乔也想尽其所能地帮上他们一把 因为那女孩还得慢慢康复 所以他们一家还不能离开 乔乔清楚的 在诗魁面前普通人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乔乔一再相劝也没用 叹了口气也没辙了 便留下两匹马给他们加备用 因为马匹都是市值很贵 那女孩的娘亲刚要拒绝 乔乔不等他细说 一溜烟就跑了 一阵轰隆隆的声音 天空中下起了痘大的雨珠子 看到一只鲜冻着巨翅的大脑划过天际 夜鹰的提气声 在这漆黑如墨的夜色下 提得令人心底有些发怵 瞧瞧的心里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距京城三百里外 一条泥泞的小道上 冒着纷纷小雨 迎来一只一世多人的送葬队伍 队伍缓行向前 一路上雪片式的指前漫天飞舞 送并队伍前方的人忽然停了下来 迎面扑隆扑飞飞来一群飞鸭 让人不仅慌忙伸出手遮挡 忽然间一日一声 棺材盖居然被打开了 一只冰冷苍白的手从棺材板下探了出来 惨淡的几点星光下 一名长发覆面的白银女子站在那里 缓缓地抬起头来 对上一众人牙关咯咯打颤的惊悚表情 毫不犹豫地嘶吼一声冲了上去 顿时鲜血四溅 此刻电闪雷鸣 雨下得越发地大 关道上冒雨行来一只马队 踢着缩衣的少年乐住马江 咒梅策尔倾听了会儿 然后对着轿子里的人说道 殿下 您可听到什么怪声 太子点点头 何止怪声 一丝淡淡的血腥气顺风传送了过来 让他清楚知道 前方必有变故 那少年一挥手 对随行二十多名黑衣少年下令 快到京城了 大家别放松 突然 从一条泥泥的小路上 窜出来一位垂着脑袋的白衣女人 挡在了路中央 少年急忙勒住马 夜路茫茫的 突然从土路上窜出来一名形容诡异的女子 怎么看怎么怪 少年拔出剑来 各斥道 停下 白者何人 不停下 诺怪在下出手 那女人穿一身沾了泥泥的白衣 长发被雨水浇淋后 湿答答地附在脸上 忽然那女人墨地抬起头来 一张惨白沾了血的脸上 眼睛诡异地秃了出来 一张口便是发出一声鬼哭狼嚎的吼叫 就像连太子他们扑了管 什么是尸馗之乱 就是死尸发生变异 到处攻击人类 这次的尸馗之乱爆发的时间 镜笔上一事足足提前了四天 一个面目猙獰的女人 直直地向太子扑了过来 太子连眉目间泛起淡淡的嘲讽 这又是哪位蠢货派来的 装神弄鬼 太子连像灰苍蝇似的扶扫出去 女人受这一击 重重地摔在地上 只是很快 女人又一次爬了起来 这女人怎么打不死 别看太子轻轻的一击 普通人是根本承受不住的 所以 眼前这女人 还真就不是个人了 护驾 马上的少年见那个女人 又一次从地上爬起 当即觉得背脊微微发凉 忍不住高声呼喝 只见太子稍稍运弓 只见竟生出了一束火苗 一抹十星小火团 以流光一般的速度 顺刻间便飞至女人面前 很快她整个人便燃烧起来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识 太子手下一行人 却仍然忍不住心惊肉跳的 望着眼前一幕 真的死了吗 太子这一手火焰弹射得这么溜 直接把人从头到脚都烧成灰烬了 不死还能怎么滴 乔乔上次提醒她 若是遇到行动迟缓浑身腐烂的怪物 务必远至 难道说的就是这个 只是乔乔没想到怪物在太子莲这儿 是这么不堪一击 分分钟就解决掉了 马边青阳 一行人快速地消失在夜色底下 关到附近 泥泥的小土路上 横七竖八躺着十多个尸体 阴风惨惨刮过 陡然间 尸体同时睁开了凸起的眼睛 向着阴暗的天际发出一道道鬼哭狼嚎 乔乔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没能睡着 只听村东头传来一声似人非人的吼声 紧跟着便是一道惨叫划破了夜空 乔乔按道一声不好 一咕噜翻身坐起 她轻轻地拍着妹妹灵儿 让她起来 小家伙睡得沉沉的 乔乔无计可食 只得草草将外套套在她身上 一把抱起小灵儿 就往外走 碰到二叔刚赶了过来 想来二叔也是被声音惊醒 乔乔一把将灵儿交给二叔 还让二叔快把小虎哥叫醒 现在就要离开村子 什么东西都不要带 都到马车那儿去等她 乔乔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连忙去叫家人 她一脚就将爹娘的房间给踢开了 里面的情景让她大吃一惊 心都跟着提了起来 有一只手从窗户处伸了进来 拼命想要抓什么 她跌跌不禁大惊 乔乔一道旋利 竟将尸馗之手直接斩断 跌跌早下的脸色惨白 大叫道 这是什么 乔乔慌忙提醒她别碰 虽然是一急尸馗尚未变异 伤害不大 但还是不能冒险 乔乔让他们马上离开 二叔已在外面等候 这一世一切都变了 尸馗之乱竟比她记忆里的提前了四天 四人一路奔到院子门口 见马车静静地停在那 谨慎严肃的小虎虎正抱着灵儿不时向外看 忽然一只手竟将马车的一侧抓出一个大洞 一只形似骷髅状的人头 张着血盆大口伸了进来 和小虎哥来了一个对视 直下的小虎哥魂不附体 心提到了嗓子音 二叔看到这幕也是大惊失色 小虎和灵儿要是被怪物抓到可是凶多吉少 一只弹射力惊人的铁屎 千钧一发之际射穿怪物的脑袋 乔乔手指脸弩 脸色寒如冷月 让人不寒而栗 乔乔的娘亲看着那具残骸 不仅心里一咯噔 这不是前几天黑子家刚下葬的四叔吗 这是从土里爬出来的 乔乔看着发冷的娘亲 大叫着 娘不要管她了 二叔快走 随后全部人都上了马车 二叔拉紧缰绳 马儿奋提向前冲去 一路上村子里的人的救命生不绝于二 不远处还有一个怪物死死掐着一妇女的脖子 妇人发出刺耳的尖叫 死死地挥动着双拳双脚 不带戏看 马车已经风驰电车般从他们身边急驰而去 半路上一只手搭在了轿子上 二叔回头一看 竟然是乔乔的大姑和姑父 本来马车上人都满了 也没办法就这些人 原先乔乔准备在尸馗之乱爆发之前 安顿好大家的 却万万没想到 尸馗之乱居然提前了这么多天 让他措手不及 眼看马上就要出村 鞋子里忽然冲出两道声音 又惊又喜地叫道 老大老二 快舅舅为娘 来人正是小姑 她正扶着老太太往这边走了过来 二叔一看不紧大喜 扶他们赶紧上了车 外面的雨势并没减少半分 车里的谁也跟灌进来似 小姑坐的地方雨水啪啦啪啦地掉在她身上 她要跟乔乔的娘亲换位置 乔乔没好气地骂道 要不闭嘴要不滚下车去 小姑狠狠地瞪了乔乔一眼 让乔乔的爹爹管管她女儿 爹爹瞥了小姑子一眼 让她安静点 现在是非常是气得尽快赶路 小姑子恨得牙痒痒的 乔乔假装睡着了 也不再理睬她 隔着重重云木 一辆载着老老少少的马车 安稳地离开了村口 向着西九城的方向赶去 这个太子超级厉害 令人闻风丧胆的诗馗 他分分钟解决 解决完诗魁 太子一行人便向京城急迟而去 天刚亮太子一行人便赶到了城门口 策马少年亮出腰牌 守卫一看是太子殿下回京 惊出一身冷汗 迅速打开城门迎接太子队伍进京 少年直接策马奔向一旁 叫那守城小队长过来 队长又是一身冷汗 战战兢兢上前 唯恐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少年传殿下口语 从现在开始所有出入城之人都必须严格盘查 一旦发现有人脸色发白 眼睛突出一鱼长人 四肢将硬行动失缓 一律先拿下再说 队长连忙点头如捣蒜 避讳严查死守却保护出纰漏 象征莫国后宫权力忠心的赵王后 容貌端庄秀雅 有些无精打采地躺握在一处乡榻上 精灵干练的老嬷嬷快步从外走了进来 须膝跪下向王后禀告 怀花宫有消息传来 今早处死了一个梳妆的小丫头 而且太子殿下一行人已经回京了 赵王后一下子变来了精神 一双眼睛里满是柔光 随行的宫女嬷嬷们笑着上前伺候 正忙碌着 就听外头来报 太子前来中宫拜见 这孩子一回来就匆匆赶了过来 想到儿子如此孝顺 照王后的眉眼里皆是笑语 王后看着太子瘦了不少 心疼不已 太子询问宫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王后的贴身老嬷嬷表示 娘娘这里十分安好 太子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回来 王后怕她累着 让她先去休息明天再说话 母子俩正说着 一个小太监连滚带爬的从外头滚了进来 一照面便连连磕头 替泪横流直叫着 娘娘救命 娘娘救命 从小太监口中得知 一个宫女发生变异见人就掐 一会便掐死了两三个宫女太监 被掐死的人也都变成了她那样 侍卫们也制止不住 太子心里一惊 那个小宫女是死是变异的 那小恩子还支支吾吾的不敢说 赵王后眼神一利 用力拍了拍谈香木矮案 小恩子根本经不起下 三言两语便招了 被郑贵妃杖毙的梳妆丫头 本想放到武士这人拉出去找个乱葬党埋了 却没想到发生如此变异 太子随即吩咐侍卫带人去还花工处理 不能让事态蔓延 太子不免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只怕这变异迟迟早会 这是一只带有剧毒的小松鼠 可以杀人于无形 乔乔一行好不容易到了安山镇 映入眼帘的是一出衰败的景象 乔乔睡得有些迷迷糊糊 听到二叔的叫声 睁开了有些疲惫的眼睛 二叔赶了一夜的路 乔乔便提议在这休息一会 正在这时听到一声支 揪得熟悉叫声 乔乔寻声望去 这不是桃园帝的那只会堵死人的小松鼠求求吗 乔乔二话不说吓得赶紧往车上一跳 大叫着 二叔快走 二叔还以为是又有怪物出现了 直接一甩马鞭 驾着车便赶忙跑路 奔跑中的小白松鼠 眼看马车快速动了起来 他与主人间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了 便赶忙化作一团白光 犹如一道闪电霹雳窜过山坡 向乔乔的马车直冲了过来 乔乔知道这小毒鼠的厉害 还是有些害怕 生怕这小家伙粘上他了 但这小家伙伸手厉害呢 纵身一晕 小脑袋居然卡在轿子被势轨抓破的地方 小家伙胖乎乎的身体一半卡在车里 一半卡在车外动弹不多 小小的毛茸茸的脑袋 直直地看着小主人 小家伙发出支的声音 见小主人不理他 那双黑痘痘眼睛里含着泪光 不断滋滋滋地叫着 小姑见这小家伙十分可爱 想去逗弄这小家伙 萌萌搭小毛脸突然翻脸无情露出凶狠的眸光 没等小姑反应过来 便用力在她伸来的手咬了一口 小姑咕嘟一声就倒了下去 老太太吓了一跳 忙凑上前看你儿 转头冲着乔乔怒道 你怎么能对亲姑姑吓毒手 乔乔一脸无奈 是我咬的吗 老太婆当即噎住 只能干瞪着眼 乔乔见这次小白鼠下口与之前不同 之前在秘境中 被他咬中之人进阶当场毙命 这次小姑好像与那些被咬的人不同 只是暂时陷入了昏迷 乔乔问要多久才能行 小家伙像听懂的样 居然伸出三根手指 乔乔问是否需要三个时辰 球球便连连点头 一副萌萌打表情 乔乔好不容易将球球从车壁铺路内拔了出来 他叹了叹气 你还是走吧 我也就不了太多人 鼠也是 这 球球立刻蹦搭起来 抖动短小的四肢 精神奕奕地来了套四步向的拳脚功夫 表示他很强 不用护 而且还能护别人 乔林看着小松鼠萌萌哒的样子 不禁笑竹颜开 拍拍手无其障碍 姐姐 小松鼠在说 他会保护你 乔乔好像想起了什么 球球是不是能进桃园地 没想到这只小白鼠 还是一个提炼悬食的好帮手 桃园秘境自被炼化成了桃园之星后 所有活物却无法进入 乔乔想取其中的悬框石为自己所用 但都进入不了 他想着这小白鼠是桃园地自有的 应该可以随意进入 乔乔确定周围是安全的 并无悬尸 然后将桃园之星取出 让小白鼠进去掌悬框石 要知道从框中提炼悬框石 可是个技术婆 能提出来的都是少得可怜 白光赫然一闪 果然 小白松鼠毫无障碍地入了半透明的山谷之中 乔乔本以为这小东西得费一番功夫才能出来 奇料刚想收起桃园之星 只见小白松鼠两只短小的爪子中 捧着一块球形矿石 乔乔看着眼前的小可爱 不仅敢看 你还真的能从桃园地里找到悬石啊 乔乔仔细端详着这块闪闪发光的石头 看品像这是快上好的悬石 没想到这小白松鼠看着蠢萌 做起事来倒是不赖 乔乔爱怜地摸着小白鼠的小脑袋瓜 好厉害 以后你就叫啾啾吧 这两天帮我开采一些低等的悬石 因为乔乔现在修为还不够 低等悬石才最适合他 刚才小主人一夸 啾啾高兴的眼里满是欣喜 小主人终于接受他了呀 但转而他又摇了摇小脑袋 难道桃园地没有低等悬石 小白松鼠猛点头 主人是世上最了解他的人了 和主人心灵相通的感觉 好幸福哟 乔乔看着掌中小可爱 轻易地发现啾啾背着一个小包袱 打开一看结果是一个鲜艳欲滴的桃子 他想着妹妹应该看到这个会非常高兴 等会正好带给他 乔乔想着现在是乱世人人自危 还是让啾啾就待在桃园之心 那里会比较安全些 啾啾看着小主人想得这么周到 哭得上前轻轻地小主人一下 随即便听话地飞扑进桃园之心 乔乔被亲得一脸猛逼 这小家伙咋这么讨厌呀 随后将桃园之心收入怀中 又将手中的高级悬石地点熬夜 熬夜哪想到这么贵重的东西 小姑娘竟然一脸不在乎地就要送给他 不仅大惊 主人 这可是上等的悬石啊 乔乔神色寡淡地扫了他一眼 表示他拿着就好 然后头也不回地向马车的方向走去 熬夜感激地望着小姑娘的背影 他到底知道高等悬石的价值不 这小姑竟将林子里的尸馗全部引过来 夜深人静 一轮弦月高挂在黑幕之上 乔乔抱着妹妹呼呼地睡着了 丫鬟少要看着已清醒的小姑 关心地问他 要不要吃点馒头 小姑却很挑剔宁愿挨饿也不吃 认为馒头太粗糙难于下口 少要只好说 那算了 这小姑子却耍起脾气来 静止朝林子中跑去 老太婆急得喊也没喊住 这么大半夜的 又不是什么安生地方 他竟敢独自往林子里去 二叔看着这个无脑的妹妹也气得半死 瞧瞧的爹爹看着二叔也赶了半宿的车 让二叔去休息他来守夜 二叔打着哈欠的答应着 林子里偶尔传来几声咕咕的鸟叫 瞧瞧的爹爹不时看向小姑离去的方向 不免有些担心 当成光微土 朝霞紧紧透露出一丝红线时 打破了此处的宁静 瞧瞧也从睡梦中惊醒 这时小姑从林子里向马车这边跑过来 连有些扭曲变形 她声嘶力竭地喊着救命 拼命地奔跑着 后面跟着一群尸馈 发出阵阵嘶吼声 瞧瞧一看着情况不妙 小姑子那后面跟着成群的尸馈 她自己一个好说 可现在带着一群老弱妇虏 就必须要小心对待了 连忙叫大家快走 老太婆一看瞧瞧不顾小姑的安危 便破口大骂着 瞧瞧不紧怒从中来 你要管的话 自己下去跟你女儿相依为命 二叔拉紧缰绳 快马加鞭向前急驰而去 小姑一看傻眼了 这明摆着是不想管她了 气得气笑声烟 这时候她发了风地追赶着马车 距离马车三四步之遥时 她突然不管不顾地向前一步 一下抓住了二叔拉着缰绳的手 这小姑不知道哪里来得近 静一下用胳膊勒紧了二叔的脖子 二叔猝不及防下险些 被她冲击的力量扑下车 还好她扣住了马僵 努力控制着马匹的同时 还得应付发狂的小姑 由于二叔受到了限制 马车速度也变慢了 这时尸奎正朝着马车追了拐 一个尸奎竟飞扑到马车轿子上 瞧瞧见识一把拉过小姑 将她扔进车里去 勺妖拿出瞧瞧事先准备好的连弩 对着尸奎就射了出去 这时从车顶上伸进一只半腐烂的手 死死掐住了小姑的脖子 小姑子早下的哑了口 转而尸奎掉了下来 直接将这尸奎抱头 正在这时成群结队的尸奎正蜂拥 一群尸奎正蜂拥而至 轿子的顶部已被抓得破败不堪 几只腐烂的手伸向了小姑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小姑这时竟然把自己的老娘推到了前面 自己却躲在老太太身后 让老太太做了挡箭牌 老太太不敢相信生死关头 自己的女儿居然把她推出去踢死 老太太的左腿第一时间就被尸奎折断了 悄悄的娘亲不可置信地看着小姑做的事 小姑竟像发了疯一样又过来抢灵儿 不知道她哪来的力气 一把就将灵儿抢了过去 一手就掐住了灵儿的脖子 面色一静地扭曲 你们竟然敢把我丢下 快把那些怪物杀死 不然我就让乔林陪葬 小灵儿被小姑勒得难受 乌娃娃的痛苦不已 小姑声嘶力竭尖叫着 是你们逼我的 我死之前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瞧瞧看着尸奎正在围攻马车 他握紧了手中的戒驰 将丹田玄虚境内所处的旋力 包括悬脉中流淌的所有旋力都调动起来 原本捏捏不语的小树 第一时间便发现了他的一样 不由焦急地叫道 主人 你要干什么 你这么做会损伤悬脉 这几天又没吃好又没休息好 瞧瞧这小身板哪经得住这几天的颠簸 要是这时运行所有旋力无疑会受损伤 瞧瞧的小脸上丝毫没有任何表情 忧生的瞳孔只是冷枉地注视着后方那群尸馗 表示自己已没有选择余地 随即周身奔涌的旋力 在这一刹那轰然爆发出来 全部凝聚在手中的戒指上 放出绿色的光芒 如一道闪电样从戒指上喷涌而出 被击中的尸馗瞬间四分五裂 瞧瞧森冷的眸光瞬间便落在了 扼住小绫儿脖子的小姑身上 小姑没来由地打了个寒颤 只觉得那眼睛忧生得如同三九寒冰般可怕 戒指突得脱手而非撞开了小姑的臂膀 旋即又飞回瞧瞧手中 瞧瞧一脸怒气 她在与尸馗拼命 而小姑却挟持了她的妹妹 小姑却还不知悔改 责怪乔乔丧尽天良 弃她于不顾 不得好死 乔乔面无表情 冷冷地表示 她已经不得好死过一次 所以不会再让这事发生第二次 随后乔乔吩咐熬夜 把这女人扔远点 不要让我再看到她 小姑震惊地瞪直了眼睛 不住抖动身体怒声吼叫 你敢 我可是你亲姑姑 熬夜一把将她腾空抱了起来 羞的一声 飞下马车而去 小姑的救命声由近而远 老太太并不是没有听到 女儿仓皇的叫声 但她腿断了根本动不了 两只眼睛看着上方有些发愣 应该是还没从刚才的惊恐中回过 害人的小姑被熬夜 丢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乔乔一行人继续前行 天亮终于到达了西九城 城门口人山人海 正有很多人在排队 难道是在进行新冠检测吗 二叔通过打听 原来进城需要用玄境扫尸内戒 以筛选出玄尸或具有可能之人 若想进城就得好好排队 扫尸内戒 乔乔微微一条霉 心底浮起一丝不妙质感 这是帮人测试内戒的人中 有个认出了乔乔的爹爹乔中邦 乔中邦以前是扶小宗的人 后来修为禁费玄迈禁费 被逐出了师门 看到熟人他一下棱在了原地 扶小宗的大师兄满脸轻蔑地 看着曾经的师弟乔中邦 想进入西九城吗 正好城主给玄尸安排了住所 五师弟要不要来扫尸下内戒 六师弟也取笑起乔中邦 他早已悬脉禁费 已经不是一名悬尸了 只可以住免费的棚屋 乔中邦没想到 以前同门师兄弟这般欺负人 不禁勃然大怒 乔乔看不过去 当即站了船 表明自己是悬尸 可以扫尸内戒 爹爹担心地看着他 乔乔让爹爹放心 六师弟捧着古玄境 又取笑起乔中邦 每种的父亲有个有种的女儿 一会六师弟把镜子对着乔乔 别怪我没提醒你 别忘用悬座抵抗 到时候被古玄境伤了可别怪我 乔乔依旧是一副面贪脸 要是伤了他 他就要了他的贱命 那家伙气得咬牙裂齿 他抬手扬起古玄境 猛地向镜中传入大量玄力 本来平常扫尸都不需要注入玄力 这人明摆着是做小动作想伤人 只见他嘴角含着一丝冷笑 照向小姑娘的额头 乔乔地周身泛起一圈奇异的光芒 随后那人不仅大惊 这小丫头竟然是个四级玄师 一般人伤不了 那家伙一脸坏笑 二叔紧张地看着这一切 六师弟又捧着镜子对着瞧瞧 坏笑着 让我看看你石渊里有啥 石渊是玄师以往重要的人和物都会有记忆 这无疑是把个人隐私公之于众 结果一扫 竟然有人叫他滚 还被谁啪啪打了一巴掌 刚刚他在他的石渊里看到了有一缕残魂 不等他开口随后吐出一口鲜血 往后一躺竟然晕了过去 大师兄见此情景大发雷霆 可恶竟敢伤害我扶小宗的门人 看我不载了你 毛爷立马挡在乔乔的前面 用剑指向他 立声道 注意你的言行 这时来了一个仙衣飘飘的少年 正是上次带乔乔到桃园秘境的少年段月 望着大师兄道 这不是我的师弟吗 大师兄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段月你在喊谁呢 段月让他叫师兄 原来是两天前比试 段月打败了他 段月低声警告着大师兄 叫他不要和小丫头起冲突 要不然他也就不让他 想那六师弟那遭遇 大师兄不仅汗如雨下 这段月笑眯眯的和乔乔打着招 乔乔我们又见面 这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竟然想害乔乔 被一缕残魂震飞 段月看着同门师兄弟惹了祸 笑嘻嘻的和乔乔居然谈起了声音 五百块中品悬食买这两个蠢货的狗命 说完拿出一个包袱 乔乔一脸冷若冰霜 六百 段月调侃着 他们哪值六百块悬食 五百块加一个亲亲 好不好 乔乔也懒得再说 就答应五百块 熬夜这时有点生气 在他心里乔乔应该是太子独有的 这小子真是不要命 居然要亲太子 段月转而要大师兄明天将五百悬食还给他 大师兄一看要五百悬食还蛮为难 段月眼神一利 明天不管怎样就得收到悬食 要不就弄死他 这大师兄一脸无奈 实力不如人 他哪有谈条件的资格 命自然比悬食重要 这时来了一位老者 原来这人就是稀九成城主 他看乔乔这么小居然就是玄势 前途不可估量 便吩咐人给乔乔一家安排一处上等的宅院 段月看着乔乔离去的背影 还恋恋不舍 期待下次再见 这时熬夜好像有事 要先离开一下 二叔满脸疑惑 这少年身手不凡 为何要一直跟着他们 小虎赶忙解释 这位小哥和韶药都是交了伙食费 二叔快惊掉了下巴 员工不用付工资还自带伙食费 二叔是闻所未闻 天下监禁还有这般好事 乔虎看着爹爹还是一脸猛 继续解释着 若是不带伙食费 乔乔就不会收留他们 虽然他也不懂为啥那俩人会愿意当这种员工 但事实却是这样 可能乔乔太厉害 有人崇拜有人喜欢吧 乔乔来到一个僻静之处 询问桃源之心里的小树求求 为何刚才的那个拿着古镜扫尸内戒的人 会被震飞 但小树并未回应 这棵不靠谱的树 就知道不能太指望他 这时乔乔一家来到一处气派的宅院门前 一位老者正走出门上前迎接 宅子里面布置得十分精致 乔林和小虎哥喜欢得不得了 乔乔却还是一副锅拦不惊 他还挂念着老太太腿受伤的事 让老仆长伯去为祖母找一位医师 而熬夜少年又在干什么呢 他来到了一处必尽的树丛中 摊开一张白纸 然后在上面洋洋洒洒地写了上签字 大意是最近发生的事做了个汇报 然后将有人要撬太子的墙角的事 重点醒一下 随后书信上附上一个传讯玉符 书信随即就消失不见了 熬夜意犹未尽地收起笔 仰头看向不远处的天空 含着一丝淡淡忧伤叹了口气 殿下 熬夜只能帮您到这里了 还真有人不怕死 静敢调戏太子喜欢的人 太子虽不在当场 但这并不能逃过太子的法眼 太子正在东宫中 好几日没见乔乔思念不已 拿着笔在作画 画上竟是画的小乔乔 太子仔细端详着手中的画 乔乔的神韵并没画到位 这时一少年拿着书信飞速跑进来 这就是熬夜送来的书信 太子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乔乔的信息 那少年念叨 笔小宗少年要轻乔姑娘 被拒绝了 太子冷笑一声 笔小宗少年 太子急不可耐地想去会会这个少年 便表示要去西九城巡视 但是因为他刚回宫几天又要出去的话 王后肯定不会同意 那少年灵机一动 不如他带为巡视 视察一下各地的失魁失变程度 顺路把殿下的礼物带给乔姑娘 太子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 抬眼看了看那只青铜顶 成行至少还需两天 你去准备准备吧 那孩子有收集的癖好 你看着办吧 这位莫国的太子殿下 是一位是所罕见的玄器师 而戒齿就是出自他之手 当玄器成行时 太子曾用精血在骑上注入一缕魂念分身 而那个想看乔乔石渊的人 就是被这缕残魂给震飞出去的 隔日 士兵正在向马车上装一些礼盒 侍卫长也正抱着几个盒子 这也是从轿子里下来一位妙龄少女 原来是太子的妹妹惠安郡主 她已感知到盒子里散发出的 浓郁的旋律气息 她正要动手去打开盒子 士兵大惊连忙一开 表示这是太子殿下准备的灵 莫要损坏了 郡主不仅一脸疑惑 这太子哥哥是要给谁送礼物呢 士兵表示他只负责押韵 其余一概不知晓 郡主还就偏要看看那盒子里装的什么 太子是何等厉害的人物 士兵哪怕得罪郡主也不敢得罪太子 不论郡主怎么恐吓 他丝毫没松口 郡主不仅恼羞成怒 这时太子正好走过来查看准备的东西 一眼便看到郡主在那发脾气 便责问郡主是想干什么 郡主一看他最喜欢的哥哥 脸上满是笑意地迎了上去 表示自己想看看盒子里是何物 但侍卫长一直刁难他 太子并未理睬郡主 反而是吩咐侍卫长尽快出发 侍卫长领命而去 郡主还是不肯善罢甘休 会安 何必执着于让自己不快的事呢 太子的声音冷冰冰的 让人不寒而栗 郡主还争执着 命令手下去查太子礼物 到底是送给何人 乔乔用符召唤神兽 召唤出来的竟然是只秃头鸡 这也跟他心心念念所想的猛兽 相差太远了好不好 那只鸡抽风式地扇着小翅膀 做着袍地冲刺的动作 乔乔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激发出咕咕的叫声 迅疾就向乔乔扑了过来 乔乔瞪圆了眼睛 呼得转身就朝花园外跑去 看看乔乔刚刚的样子 也实在太好笑了 二叔和他的爹爹一脸恶然 看来乔乔要当俘虏师的话 对他来说还是有点勉为其难啊 院子里正在上演老鹰抓小孩的故事 那只该死鸡 扑腾着短翅膀一路追着他跑 不住发出咯咯的尖叫声 乔乔目地收住脚步 转身冲着若鸡伸出一手 怒喝道 你给我停下 这机来了一个紧急刹车 惯性太强还向前冲出几步 才完全停下 小小朋友一脸猛逼 这板板的到底是个啥 一会那机进鼓起了腮帮子 忽然扑着小翅膀咯咯一声 扑得吐出一道舍住 小小朋友未曾防范 他哪里知道这若鸡还会喷口水 当即被喷得一头一脸全身上小都是水 滴滴答答往下直落 小家伙的眼睛当即便冒过 不由分说超家伙便追着若鸡追杀过去 别跑 你这若鸡 看他还不揍死他 这机呜呜呜地叫着 灵活机灵的要命 看到乔同学胸光闭露地冲过来 慌忙扑着小翅膀一路叫着往巷子口跑去 乔同学一个急步 乔乔小小的手 捏住了鸡脖子 引来若鸡振振可怜的咕咕声 乔乔没好气地说 会喷水很厉害吗 那鸡瞪大眼鼓溜溜地看着他 乔乔让他别拿这种眼神看他 有谁会像太阳用召唤服 幸会召唤出一只这样的秃毛鸡 鸡像听懂了一样蒙顶一头 鸡心领神会地飞走了 这时常伯来告诉乔乔 外面有位少年自称他的朋友 已在花园短后 乔乔上一世就是上了朋友的了 这一世他都没有朋友 这个自称朋友的人又是谁呢 这是一位少年正在花园的水石边置着石子 乔乔刚到花园 少年起身转头心血的叫 小乔乔 乔乔一看是段月 顿时没了兴致 还向常伯说他没有朋友 以后不要随便放人进来 常伯只好为难地点点头 段月一听乔乔这样说 闭脸不爽 我们好歹共过生死患难怎么算不上 小女娃娃魅力真大 还有人赖着要做他朋友的 段月少年不管乔乔愿不愿意当朋友 他都把乔乔当做了朋友 而且还邀请乔乔一同去观看 悬尸联盟给小孩子开启悬脉 没兴趣 小朋友吐出口的这三个字 真像是一块巨石 声声就把段月少年的一腔热情给砸压了下去 乔乔转念一想应该让小虎哥去试试 这回小虎哥正断着热腾腾的包子过来 原来他是惦记着乔乔没吃早餐 怕乔乔饿了 刻意给乔乔端来 乔乔问小虎哥想不想去参加开启悬脉 小虎哥一脸茫然 他无奈地表示自己已经试过三年 都没有开启成功 乔乔这冷血居然安慰起小虎哥来 这有什么 有些人开启七八次才成功 小虎哥说不好明天就能成功吗 小虎经乔乔这么一鼓励 马上又有了士气 段月一看乔乔改变主意 立马来了兴致表示明天来接他 可以走特殊通道 不用排队 感情知识开后门哦 乔乔对段月招着手 让段月过来他身边 段月以为有什么好事 听话的照做 哪成想乔乔居然拿了一个黄服 啪一下贴到了他的脸上 这是一张昏睡服 看来这小朋友是拿段月当试验品 段月少年被这一顿糊弄 待在原地 隔了半生 少年才伸出两根白皙的手指 将粘在自己额头飘啊飘的半张符纸给撕了下来 眼里充满疑惑 还玩我 乔乔感觉很失望 也有点不好意思 看这人是个若鸡 修为净比他高 乔乔制作的服录 对于修为比他高的是无用的 段月少年不服气的问 你给我说清楚 谁是若鸡 隔天一大早 承熙主街广场上 已经搭好了台子 段月少年带着乔乔和小谷歌来到了广场上 一大早便聚集了文风前来的不少城内百姓 邪家带口地排在队伍 互相探听着消息 做梦都没想到 玄师盟会居然会在今天前来 给孩子们尝试开启悬脉 如果自家的孩子可以成功打开悬脉 一跃而成为玄师 就可以改变家里贫困的状况 乔乔本听说这个城西以前是难民聚集地 但现在看来这里整齐干净 井然有序 并不像传说的那样糟 段月盲解释 这是要开悬会 提前做了准备 才有现在的这个样子 这时呼听了有个稚嫩的声音在叫乔乔 乔 这个孩童又是谁 谁能想到参加悬会竟还有人欺负小虎歌 被乔乔打得满地掌牙 事情是这样的 乔乔和小虎歌一早来到悬会广场 这时呼听的有个稚嫩的声音在叫乔乔 乔乔 只见来人是一名八九岁的孩子 穿着扶小棕样式的道袍 孩童轻力的声音带着一丝嘲笑 乔乔你年年落空 你年年不忘来开悬卖 有什么用呢 我娘说 你这个废物 是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为悬尸的 小虎歌尴尬的一句话都说不出 乔乔听着那欺负人的话 心里冒起一股无名之火 问道 我说你是谁啊 乔乔一脸的不认识表情 看得乔丛心头火起 对乔乔破口大骂着 小虎歌连忙在一旁解释 他是二伯娘家的儿子乔聪 乔乔一脸鄙视 哦 二伯娘家又扣又贪的那一家子 也来西九城了呀 乔聪听了抡起拳头就要朝乔乔走过去 乔乔一把迎上去 握住了他挥过来的拳头 乔乔满脸不信 一个一级悬事本事没多少 倒是挺会作威作福 别以为穿着扶小宗的衣服 就谁都敬你们三尺 随后乔乔飞出一掌 乔聪直直地朝地面躺去 这时二伯娘过来扶起了乔聪 乔聪坐在地上哇哇地哭叫着 二伯娘对着乔乔就开骂起来 乔乔表示 乔聪刚才对他动了杀机 要不是看在他父亲的份上 他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这时过来一个中年男人 穿着扶小宗统一的制服 询问是何人在开旋大会上闹事 来者正是乔聪的师父 那乔聪一看靠山来了 连忙上前恶人先告状 诬陷乔乔刚才要杀他 那师父看着弟子受了欺负 气不打一处来 你这小娃敢对扶小宗不进 好大的狗胆抱上鸣来 乔乔挑着眉 不客气地回进道 小的扑 老的就出来吆喝 还真是要脸的狠 那师父手握紧拳头 准备出手收拾小乔乔 段月知道乔乔的厉害 上前好言相劝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门人 这师叔一点都不买账 竟还将段月骂了一通 看见同门小师弟受欺负 竟然袖手旁观 段月一脸无奈 解释此事并非如此 这师叔压根没把这小女娃娃放在眼里 是要教训教训乔乔 让她知道点她的厉害 这时只听见砰的一声 乔乔一记飞踢 一脚跺在师叔面前 当即便将地面跺出一道凹坑 从中间开始出现道道裂缝 朱网是向外蔓延 师叔瞳孔一缩 这一脚之力 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乔乔面无表情 挑衅地问她还打不打 只是书气得咬牙裂齿 运功向乔乔推出一掌 这个六级悬尸竟然不把小女娃娃放在眼里 为小徒弟抢出头 却惹了一身的骚 向乔乔击出一掌 乔乔不躲不闪 在乔见师叔拿出拼命的姿态飞扑过来时 一脚很踏地面 小家伙小小的身子如同离弦之剑 向着师叔迎了过去 小姑娘全身一步满了浓浓的旋力 整个人如同沐浴在悬光之中 一瞬间蹦出地动山摇的巨响 一股强大的旋力如同闪电般击中师叔 师叔一脸惊恶 可能他怎么也没想到 今天要败在一个小娃娃手里 只见碎势飞溅 师叔被对碰的旋力震出去半丈之远 整个人脸朝下被甩飞 成大自行趴在的浅坑中 瞧瞧神色寡淡地望着不远处的 这个人形大坑 周围一群围观的老百姓都是一脸震惊 扶小宗的门人更是快惊掉了下巴 这个师叔可是实力不俗的 竟被这小娃娃这样轻松地给震飞了 段月也是一脸无奈 早就提醒过师叔不要招惹这女娃的 可师叔还是一意孤行 才出了这样的洋相 瞧瞧嘴角微偏 转身拉起了瞧虎的小手 向着玄师盟会三名引导师所在的位置走去 几名引导师见到瞧瞧走来 兴奋地两三升起了高原红 这小姑娘居然击败了一个六级玄师 一定要把她拉拢过来 这样的器材绝对不能放过 突然趴在地上的师叔 手指忽然动了动 艰难地站起身来 冲着瞧瞧的方向弹出手中一物 瞧瞧看着那飞驰而来的弹珠 微微一棱 那珠子居然被什么外力定住不动了 师叔弹出之物便轻飘飘地落入那只 从袖中钻出的葱白如玉手中 女子慵懒至极的声音 在广场上飘忽地扬起 扶小宗的人 怎么越来越不入流了 对一个小家伙后辈 仍武级玄力珠 还真是个臭不要脸低 师叔顿时脸色难看到极点 冰楼尚未实施 就被眼前这该死的臭女人破坏掉 师叔气得想吐血的心都有 对着眼前的女人大骂道 慕容前 你身为神水宗第一封的风主 也管这种闲事吗 慕容前轻蔑地笑了一声 他转身对着瞧瞧蹲下身 伸出两根手指 不由分说地捧起那小家伙冷冰冰的脸 明明长得那么可爱 然后他又用手捏了捏小家伙的脸 感叹道 怎么就长了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呢 慕容前把他的小脸埋进那片波澜壮阔间 弄得他几乎都快没法呼吸了 慕容前爽朗一笑 寻寻善又道 我喜欢你 不如加入我神水宗第一 乔宝宝一掌正飞滋身六级悬尸 一名惊人 被在场的门派抢夺 神水宗风主慕容前像寻到珍宝一样 一把将乔乔的小脸 埋进他那片波澜壮阔间 弄得乔乔几乎窒 他看乔乔是个奇才 想把乔乔招入他的门下 乔乔立刻摇着头拒绝 不要那么着急拒绝吗 为师会心碰 慕容前娇滴滴的声音 在乔乔耳边回响 听得让人有种麻麻的感觉 一个悬尸联盟的引导师 看着乔乔要被抢走 联盟围了上 指责慕容前本是盟会 请来帮忙的引导师 怎么可以违规私下收徒 要收也应该是盟会收 慕容前听着他这话不顺 便飞起一拳 就把那位出言不逊的引导师 给捶飞了出去 看着那位可怜的引导师 被捶出天际滑出一道弧度 这美女师傅还一边安慰着乔宝宝 让乔宝宝别怕 有他这个师傅 再不会让那些怪叔叔靠近 他会呼着乔宝宝 乔乔露出尖尖的小牙齿 好想在他脸上疼一口 这什么人呀 突然蹦跋出来 不由分说就自称是他师傅了 乔乔想起他今天要办的正事 就是给哥哥引导 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个引导师打断 那引导师对乔宝宝大献殷勤 小妹妹 不如让我来替你哥哥引导 美女师傅好霸气 见有人和他抢人 不容分说一手将那引导师扔飞了出去 病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慕容前笑呵呵地看着乔虎小朋友 我来 乔虎还有些紧张 慕容前双手盖住小虎的手手 一缕旋力顺着乔虎的手腕缓慢渗透进去 乔虎只觉得一股暖融融的气息 开始在他身体内部流转游走 徐徐环绕十分舒适 乔虎微张着嘴巴 闭脸憨笑地闭上了眼睛 乔虫健壮 扶着被简衣包扎了一下的手腕 忍着痛 讥笑道 小废物 你想成为玄师 一辈子都不可能 说完拔腿就跑 他娘在后面追着 小小年纪 言语竟如此刻薄 实在是让人心中生不起什么好感 慕容导师可是一位非常强大的引导师 只要是受他引导的孩子 没有哪一位会开旋失败 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百分百开旋成功的引导师 骨头虎脑的小虎墨地睁开了双眸 眼里弥漫着巨大的惊喜 成功了 广场上围观的其他人 一时都羡慕不已 小虎连忙上前向慕师傅行李 感激不已 慕容前的唇角勾起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哎呀小孩 你的悬脉非常不错 是个有前途的 要不是我宗门不收男弟子 还真想把你收进来 这个美女师傅实力是有多强 开启悬力成功率居然达到百分百 小虎开了五年都没开成功 这个师傅竟然轻松就给小虎开成功了 以后小虎就是一名悬尸了 美女师傅一时名声大噪 众人纷纷领着自己的孩子来找这个美女师傅开旋 忽然一下子涌上来的人群 差点把慕容前给淹没在人海中 乔同学混在人群中 踏踏踏跑到几名正在观望的父母面前 还帮慕容师傅宣传起来 前面那位慕容导师 百分百能帮小孩开旋成功 慕容前身边 人群正在以一个可怕的速度团团聚拢 将之围困在其中 慕容前师傅一颗心本就只在乔乔身上 现在却被困分身乏术 乔乔抓准机会 拉着小虎哥就跑了 乔虎边跑边兴奋地叫着 大妹 我成功了 我真的成为悬尸了 乔乔呼地转过头来 冷若冰霜的小脸上 终于有了一线笑意 他微微弯起双眸笑的时候 仿佛星辰奇奇在眼前绽放 他连连夸赞小虎哥最棒了 小虎很少看到妹妹有笑脸 这一笑只把他看冷了 妹妹是他这辈子见过的 最好看的小姑娘 乔虎颇不及待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爹爹 段月少年也是第一次看到乔姑娘笑 一时看呆了 原来 他也是能笑得如此温和美丽 生动鲜活的 段月少年内心泛起阵阵波澜 为什么面对我 却总是像隔着万年寒冬呢 想到这段月不仅有些惆怅 宣会结束后 城主在正厅招待各位引导师 城主非常客气地给在座诸位敬酒 一位引导师表示是城主太客气了 现在各地都出现了诗变的怪物 每个城镇的百姓都不好播 我们有菜有肉有酒 已经是极致奢华的享受 城主顾清风点点头 举杯特意感谢慕容丰主 给四位少年开旋成功 慕容丰主这时正拿着酒不自着自已 脸上微微泛起红韵 朝着城主微微一笑 反问道 城主十分感激我 慕容前本就一场美丽 喝了酒后更加妩媚动人 只把在场的人看得脸红心跳 城主连声答道 那是自然 慕容前便趁机递上一份画卷 希望城主能替他找到画中之人 旁边一位引导师接过画卷打开一看 是一个小女娃娃 慕容前表明这是他的徒儿 生性顽劣 一步留神给他溜了 在场的人都知道这娃娃能够被这慕容丰主看上 肯定有过人之处 慕容前边拿着酒不饮之酒 便介绍他这个徒儿 徒根古绝佳 年仅六七岁 确已是不可多得的玄师 引导师卢有眉一听说慕容前找的徒弟 是一名七岁玄师 心里便有些隔音 一把抢夺过画 乔宝宝重伤扶小宗的弟子 打伤诗书的是 这个拿着画卷的扶小宗的人 对乔宝宝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 因此他看到这话怒火中烧 恨不得把这话当场撕了 这下好一听说是慕容的徒儿 算是找到下家了 便要向这个自称乔乔的师父的人讨个说法 慕容前又自顾自咕噜咕噜的猛灌几口酒 修长的眼烧微微向上一条 一脸戏谑的看向卢友梅 哈 卢堂主你想要个什么样的说法吧 卢友梅微微一震 慕容前半眯着微醺的双眸 别说本风主至今还没找着我那小兔 即便是找到 然后他又抬起那双迷人的凤眸 接着说道 本风主的爱徒何是轮到佛小宗教训吗 卢友梅一听气的脸色有些发青 不由分说台湾就将手中的酒杯给扫飞出去 慕容前眯着半对的眸子 笑指着卢友梅晃了晃手指 那酒杯早杯定在了空中 慕容前笑着 指尖透出一股旋力 向着酒杯轻轻一弹 那酒杯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飞速退了回去 以一道无比强横之力 直直撞向脸色十分难看的卢友梅 卢友梅深吸一口气 伸出五指刚要去接酒杯 漠然间整只酒杯 在距离他手掌数寸处 崩的崩开 四分五裂撞向四处飞散 卢友梅大惊 慕容前到底有多强 才能如此随心所欲地操控这股旋力 虽远虽近摆弄在手 然后慕容前一手提着酒壶 让卢堂主接他一壶酒 酒壶迅即便以一种十分可怕的速度 直冲卢友梅脑袋而去 卢友梅不仅大惊失色 坐在卢友梅身旁的一名男子 怕卢友梅会受伤 赶忙跳起 面色威宁地挡在卢友梅面前 运起全身旋力去接那只酒壶 他一边给慕容封煮之前 是我卢师妹多有得罪 还请高抬贵手 慕容前忽然站起身来 表明他还有事 要先走一步 一个引导师见慕容要走 急忙追问一句 慕容封主 那三宗弟子前往清河小镇历练的事情 慕容前缓缓转头望了他一眼 自然是如期举行 那引导师一脸担忧 据探查 清河镇已被师怪占领 三宗弟子恐应付不了 慕容前头来轻炼一瞥 若是天道宗和扶小宗没有胆量 那神水宗会自行前往 城主认为虽然清河镇危机四伏 但对宗门弟子来说是个绝佳的训练机会 由于清河镇是怪众多 形势异常严峻 就三宗弟子人员太少 所以决定召集能人一时一同前往清河镇历 这世上竟还有追着让别人当自己徒弟的人 自上次乔宝宝开溜后 伸手不凡的慕容师傅就一直在找乔宝宝 这时城里所有的玄师都收到了城主发的任务召集令 乔乔自然也不例外 一大早就收到了城主府的召集令 清河镇是鬼大爆发 已经成了一座地狱 乔乔记得上一室 三宗弟子前往清河小镇 除了神水中有数人逃出 其余人全部送了命 但若是这次任务成功的话 可以赢得在城里一年的居住权 这会慕容师傅竟找上门来了 乔乔疑惑 这慕容师傅怎么追着他跑了 徒儿 以昨日狠狠黑的为师一把 为师自是上门 找你好好谈谈人生了 这次的任务要报名吗 慕容前伸出手 密图捏小家伙的小脸 乔乔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 然后毕恭毕敬地坐着衣 表示具体出发时间确定后 通知他便是 起身便要告辞 乔乔转身就要开溜 慕容师傅马上追了上来 他一下就拦住乔乔的去路 看来这丫头又想逃了 乔宝宝有点不高兴 询问慕容导师为何不肯放过他 慕容前提出一个方案 要乔乔和他打个赌 只要乔宝今天能摆脱他 那么他以后再不会来找他麻烦 乔乔希望慕容导师能遵守承诺 然后拿出三张速度符 一路狂奔而去 慕容前看着乔乔剑步如飞 欣喜不已 越发觉得乔宝可爱 随后便往乔乔的方向追了过去 两人速度太快 路人竟以为是起了大风 乔乔心想已用了三张速度符 应该可以摆脱一阵子 哪知道那世尊跟着乔小朋友飘荡了一路 无论他跑多快 慕容师傅都在他旁边或者附近 他想甩掉慕容师傅 可怎么就甩不掉 慕容师傅还在后面提醒道 现在这个方向离水域越来越近了 而且那地方特别空旷 你可能就跑不掉了 果然不一会瞧瞧的眼底 已然出现一片宽阔的水域 这会儿他也停下了奔跑的脚步 慕容师傅也在他身后 随口说道 要不要改改规则呢 慕容前笑眯眯地看着乔宝宝 若是你能困住维师一刻钟也算赢 乔乔还强调了一下 让慕容师傅说话要算数 不等慕容师傅反应过来 随即从怀中抛出一截副灵绳 急速甩上了慕容前的手腕 一抽一拉紧紧束缚 乔乔直接将飘着的慕容前拖拉了过来 踏踏踏迈着小步子直奔一旁的矮树 将慕容前绑在树上绕了好几圈紧紧捆扎住 慕容前抽着眼角眉梢 哭笑不得地看着他的小徒弟 他已认出这是副灵绳 徒儿你哪寻得这种好物 副灵绳从来都是绑住了就挣脱不了的 这副灵绳真的能困住慕容师傅吗 这个美女师傅被女娃娃绑了个结结实实 慕容师傅想收乔宝为徒 但宝宝怎么会心甘情愿呢 于是和宝宝约定 只要困住他一刻钟就算宝宝赢 乔宝居然拿出了挣脱不了的副灵绳 于是这师傅被弄得哭笑不得 这水域与望海相通 正午时刻水流上涨几快 徒儿忍心把为师丢在这 小家伙里都不理 扔下慕容前回头便狂奔离开 这小徒儿还真是狠心 望着乔宝离去的方向 慕容前眼里满是笑意 没几分钟 乔乔顿住脚步 他发现真如慕容师傅说的样 水域真的在涨水了 而且涨得很快 乔宝宝苦恼地回头瞧了一眼 慕容师傅那么强 应该不至于被淹死吧 但那副灵绳只能从外部解开 乔乔想到这还是担心不已 他正准备去看看慕容师傅 但水哗啦哗啦就涨起来 没过了他大半个身子 他大叫着 慕容师傅 但远远看去那绑着师傅的断树上 早已没了师傅的踪影 副灵绳也松散地飘在水面上 乔乔躺着水过去 拿起副灵绳 眼睛搜索着四周 大叫着慕容师傅 这时他惊异地发现 背后竟席卷起了 大概有四五米高的大浪 水花猛扑四肩 乔乔想运行旋力 想要挣脱离开水域 但很快他发觉旋力似乎被压制住了 但迅即有一股外力将它拖出水面 慕容导师 你在这里对不对 乔乔很肯定地出声 水是呼得从当中向两旁让开 让出了一条浅浅的通道 乔宝宝顺着这条路 哒哒哒地朝前跑去 这时慕容前却像云朵一样 漂浮在弓中 手背上绕着一圈灵动的水流 如同生命体一般滑动转圈 不休不止 乔同学的目光 立刻便被慕容前手上缠绕的水流吸引住 他居然能操控水 慕容前玩弄着手里的水流 告诉乔乔这是水 天地之源的武林之一 当你修为达到一定高度 便能渐渐感受到这天地间的本云之力 乔乔知道武林是可压制旋力的 他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 思绪也跟着飘远 他记得上一世的那个仇人就可以控制雷伍 把他当作玩物一样困在笼子中 想起那顿不堪的不往 乔乔打了个哆嗦 只觉得心底有些发凉 慕容前看着乔宝湿答答的小身子 心疼不已 快回家吧 别受凉了 乔乔握紧小拳 师父我以后也会像您这样强大吗 慕容前一愣 随着这声滴滴的疑患 心都要跟着话 他表示以乔乔的资质 勿出数年 定会超越他 到时候师父都还要他照着呢 清河镇已被施垮攻架 成了人间地狱 三大宗派一起出发去清河镇围剿尸捆 乔乔和神水宗的几位师姐 在傍晚赶到了清河小镇 神水宗 天道宗 扶晓宗三门派聚齐 摊开地图在一起研究行径方向 天道宗的王师兄说道 从地图上看 清河镇分成三个部分 由神水宗搜索东面民宅 扶晓宗搜索西面商铺 天道宗负责北面养殖场 这安排是否可行 大家都同意了这个安排 乔乔看到段月马上掉转头背对着他 段月笑嘻嘻地表示他要跟着乔乔一起走 乔乔里都没理他 段月的师兄弟感觉十分不理解 段月不跟着自己的门派走 为什么要跟着一个小丫头 后面大家便按王师兄的安排分头行事 神水宗正在向东前行 只见头顶牌坊上掉下一块血肉模糊的东西 血水洒到了一人身上 那人不由地吓得呜哇哇哇大叫 一旁的神水宗师姐不仅大惊 闭嘴 若是引来尸馈 后果自负 然后大家仔细观察了下 周围却安静地出奇 神水宗师姐徐姗姗准算松了一口气 确定没有尸馈后又让大家继续前行 瞧瞧一行人来到了一处宅院中 低头一看 只见一个面目猙獰的头颅正静静地躺在脚下 在场的人都被吓了一条 你在想什么 一脸凝重 瞧瞧没想到这段月还是跟来了 他感觉这周围静得有点奇怪 和神水宗一路的还有一些能能意识 发觉这里根本看不到试困 还有的怀疑是不是消息有误 居民都逃跑 其中一个叫阿金的表示 居民应该没有逃出去 因为自己的丈母娘就在亲和着 媳妇带着孩子回娘家后就一直没有回家 而她一直出门在外 很少去丈母娘家 一想到这些就后悔不已 心情十分沉重 青年悬师杨树抬手拍了拍阿金的肩膀 想说两句安慰话 愁出半课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在场几人心里都十分清楚 阿金的妻儿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世界徐珊珊提议不用去民宅一间间找 直接绕到后方看有没有梁仓 瞧瞧呼听的有滋滋滋的叫声 寻声望去 只见原本无非蒙蒙的天空 如今竟被一大群漆黑的乌鸦静染 完完全全化为了一片黑色 迅速向着瞧瞧他们这边一来 瞧瞧心中一紧 双手紧紧地握了起来 原来是三级变异施压 为什么这清河小镇会有这种 三级变异施压能有多可怕 因为数量太多 一旦被他们围攻 恐怕得团灭 怎么回事 尸魁之乱才发生半个月 三级变异施压都出现了 往后还会发生什么更可怕的事情 瞧瞧想着上一世 这变异施压也曾出现过 三宗人马几乎全部都葬身在这个地 李灵师妹 快放师门船驯服 让所有人都去镇口牌坊会合 徐珊珊极力地保持镇定 瞧瞧知道这施压的厉害 现在搬救兵已来不及 于是大叫道 来不及了 大师姐 这里没有施魁 是因为死去的居民还来不及便宜 就已经被施压分屎掉了 说完瞧瞧迅速从袖中掏出七八张符路 甩到美人身上 起起震开 众人奋力地向宅区后方奔跑 便以施压扑着满不服肉的翅膀 朝着瞧瞧他们追了过来 前方出现了一座三层之高的宅院 门口清中书院的挂鼻 已经残缺不全地躺在了地上 众人急速冲进了这间学堂 三三两两结半往内直奔 每个人都因为速度浮的关系 发挥出超乎寻常的速度 大师姐一看师妹几个全都懒 连忙让他们进去屋里面再说 所有人都奔进了学堂 赶紧转身将几扇木门木窗及时关上 当即便听到咚咚咚一阵扑咽响 十几只便一施压从上空冲突下来 直直撞击着门窗 大师姐又命令大家把桌子和凳子搬过来支撑门窗 隔着窗帘的缝隙 乔乔冷眼望着上空乌鸦鸦一大片的湿压 皱了皱眉心 除了刚才袭击的那十几之外 这些湿压只是绕着上喷飞 却没有再进一步动作 这让乔乔的内心感到十分不安 他总觉得是不是自己忽略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乔乔和身旁的段月少年对视了一下 脸色都十分凝重 正在这时忽然听到了噔噔噔声 宁静的几乎只闻呼吸声的清风书院里 书院通向二楼的楼梯 忽然发出了一道轻响 像是有人要从二楼走下似的 所有人的神经在一瞬间纷纷紧绷起来 面色发沉得齐齐看向楼梯口的方向 连呼吸声都统一地平住 噔噔噔噔 一只蹦跳的竹球从楼梯上掉了下 让所有人绷紧的神经顺时间稍微松了松 这是一个悬尸上前捡起了竹球 小心 乔乔忽然将弩剑向上举起 搜一声将一只即将扑落到队友身上的尸孔 击中倒地 众人抬头一瞧 纷纷倒抽一口凉气 却见数月二楼的木质楼板 破了好几个大窟窿 四五只尸葵正从窟窿内跳下来 有的则倒挂在天花板上 突出的眼睛充满虎视眈眈 一群尸葵正从屋顶窟窿处跳了下来 断月大惊道 尸葵 大家纷纷吞咽了一下口水 惊得呼吸都几乎停滞 不过大家都不是吃素的 自觉的三两组合 纷纷冲向扑过来的尸葵 迅速将那些东西 包括倒挂在天花板上没下来的尸葵 全部都解决了 一位尸姐抬眼望了望头顶 破破烂烂的天花板 我们要不要上去看看 徐珊珊表示同意 当所有人都向楼梯走去时 唯有阿金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地盯着地上的那只竹球 面色十分沉重 是他上回离家之前 亲手替孩子们做的竹球 阿金回过神来 突然弯腰捡起那只竹球 毕马当先咚咚往楼上冲去 徐珊珊提醒大家跟上 哒哒哒的全都跟在阿金身后 向楼上爬去 木制楼板回损的有些严重 时不时发出一丝轻微的断裂声 突然一张老脸在楼梯口晃了一下 徐珊珊反应极快 一道旋力便冲了过去 旋力落在楼道扶手上 将一大块木扶手从中劈断 滑的一声掉下楼 忽然听到阿金的焦急的声音 别 大家别出手 众人定睛一看 这才发现 阿金手搂着两个小孩 身后和旁边还躲着七八个人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 其中一张老脸正是刚才出现在楼梯口的 难道他们是施魁吗 阿金激动地表示 他们不是施魁 而是清河镇的居民 这些人看得到的确不像是施魁 除了身体极其瘦弱 嘴唇干燥到翻皮 有着浓浓的黑眼圈外 似乎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 瞧瞧感觉没这么简单 站出来质问道 清河小镇与我们村子同一天爆发施魁 这些人躲进清宗书院已超十天 都是普通人你们又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方才在楼梯口路过一面的老者 颤巍巍地走至乔乔身边 小姑娘 我是清河小镇的镇长 请你高抬跪手 放过这些人吧 他们已经够可怜了 乔乔突然间放出一只铁石 书然射中老头的左臂 老头应声轰然倒地 铁石很明显扎在老头的胳膊上 射了个对穿 但没有人类的血液留下 毫无疑问这人已经变异 这时乔乔终于明白 一直心中不安是何物了 有三级变异施压 就证明有三级变异施魁 所以施压才被震慑 不敢飞进书院 只在这一方天空盘旋 但不曾落下 一旦他们被召化而来 后果不堪设想 三级施魁喜欢砍食人肉 一旦被三级施魁抓伤 15天潜伏期后 伤者也会失去心智 变成施魁 看着老者的状况 恐怕已进入潜伏期后期 变异的阵掌突然发出一声怒吼 杀了他们 一扇紧闭的木门忽然破开 冲出一只全身覆盖着白绒毛 面目十分猙獰的尸魁 浓浓的血腥味随之冲入众人鼻中 这是一具三级尸魁 徐珊珊当机立断甩出一道旋力 将那只尸魁逼退束 瞧瞧让断月少年把这里弄得亮一点 断月迅速从兜里掏出颗小珠子 手指轻轻一弹 那物飞到半空 将二楼整个区域照得亮堂堂的 瞧瞧让断月少年把崔星雷也拿出来 要是那群施压冲下来就炸 断月十分无奈地表示 那个崔星雷很难造的 自从苦兰山一别后 到现在就只出一颗而已 现在就要用掉吗 瞧瞧知道断月又在撒谎 双手紧抓着她的衣领 让断月给她两颗 小姑娘凶狠狠地 被逼无奈断月少年只好给了她两颗崔星雷 瞧瞧转头看向那只 在包围圈中奋力嘶吼的尸奎 徐珊珊发号施令 大家合力攻击尸奎的头部 徐珊珊两道旋力放过去 这尸奎就朝地上倒去 那老者握紧拳头怒吼道 小兔崽子 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制服她 周围好几个厢房木门同时裂开 从里面摇摇晃晃走出三五成群的尸奎 突然间便朝着徐珊珊等人扑了过去 瞧瞧手持弩剑 铁屎连发树制 每一只都能爆开一只尸奎的脑袋 剑无虚发 瞧瞧转而又一脚踹向那个老者 然后又拿出戒齿 啪地一下朝老者的头打去 只打得脑袋开花 随之戒齿扶空嗖嗖甩中了其他尸奎的脑袋 将之爆开 最后戒齿重新回到瞧瞧手中 瞧瞧冷冷的一句 分散 把所有厢房都清了一遍 这里的镇名全杀 瞧瞧眼里露出阵阵寒光 阿金一听这不是要连他那两小孩也要杀了 不禁大怒 让徐珊珊过去看看 徐珊珊推开一扇虚眼的门 厢房内绑着十几个眼神涣散的妇孺 每个人口中都堵着一团东西 使之不得发出任何响声 这时瞧瞧暮色冰冷异常 缓缓来到那些变异的镇名面前 现在这种时候 还不肯说实话吗 阿金完全被弄得一头雾水 转头却看向了一名低头抹泪的矮小妇人 阿金 你们到底在干嘛 为什么把王婆她们绑在这里 一直低着头抽抽叶叶抹泪泪的小妇人 当我和孩子们身处危险 断水断粮的当口 这些人居然是三级失魁的口粮 同伴为了活命才把他们豢养起来 阿金一直没有见到岳父母 难道阿金的岳父母也被做了口粮 阿金的妻子一想起自己的父母 头痛欲裂 他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们活命 但为了活命已放弃了做人的尊严 把自己的同伴和父母陷进 做人的最后一丝底线也没了 原来镇上爆发事变狂潮后 他们这群人被迫转移到这里 但后来陆续有人并发死亡 而白毛失魁是镇长的儿子 而媳妇也变异成了最凶的失魁 镇长说他可以控制这对失魁 只要每天给这对失魁提供口粮就可以 正如乔乔说的 这些人都变异了 而阿金的孩子和妻子 就是在前两天被变异的人抓伤了 阿金的妻子无助地望着徐珊珊 她害怕过几天会成怪物 恳求一死 希望能和孩子们有尊严地离开 徐珊珊清冷的眸子内略过一丝淡淡痛惜 阿金忽然抱住妻子 愧疚地表示自己要留下来陪他们 阿金的妻子一把推开 她说道 你已没有资格 阿金诚恳地给妻子道歉 是他太自私只顾追求名利 没有照顾好他们 以后他们会永远在一起 再也不会分离了 然后夫妻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徐珊珊轻轻点点头 表示会尊重阿金的决定 几人刚要走 阿金老婆就在后面教导 各位大人且慢 大人们可以把镇长儿子带走 天上的乌鸦便不会袭击你们 镇长儿戏更为强大 诸位出去后请多加小心 北面养殖场 还有一对官兵被堵在那 希望大人们能救出更多的人 徐珊珊不免肃然起敬 阿金老婆虽然成了诗魁 但还有一点良知 乔乔深吸一口气 率先扭头往楼下走去 然后几人全部跟上 直至所有人都到了屋外 呼听的一声巨响 阿金一家就这样团圆了 乔乔心里十分难受 忽然 一双温柔的手轻拍小孩的背 大师姐温柔的说 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小孩轻声呢喃着 大师姐 要是早点遇到你们就好了 这样的话也许上辈子 大师姐听着小孩的话 觉得好奇怪 心中升起一丝悲凉之意 乔乔这次算是感受到了 团队强大的力量 想着上辈子 要是能够遇到大师姐他们 再怎么样到最后 自己也不会单单 只是孤独的一个人 受尽折磨和屈辱 成为别人的网 书院被炸的火光冲天 对有阿金全家葬身于火海 乔乔一行人 是一群尸鸭正在空中盘旋 并没有俯冲下来的迹象 众人奔跑着冲向清河小镇北面 没跑出多远 就看见了辅小综艺行人 一名成员浑身发冷的 指着乔乔等人 头顶盘旋的尸鸭群 尚昆 对面有尸鸭 真是天要王他们啊 乔乔他们带过来的尸鸭群 至少是他们遇到的十倍之多 尚昆向乔乔这边人大叫道 薛小 你们快逃啊 薛小他们带这么大群尸鸭群 在屁股后面 居然面不改色心不挑 甚至还有闲情意志 跟他们伸手打着个招呼 并表示一同去北面 找天道宗的人 尚师兄感觉难于置信 这群人难道是疯了 尚师兄这群人 发现尸鸭并没有攻击他们 这时他们也注意到 薛小他们带着一个 浑身长满白毛的怪物 段月对尚师兄他们 招手示意让他们跟上 保他们不受尸鸭攻击 尚师兄他们一阵恶然 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大家一起到了养殖场 正门口堵着至少有 两三百二级尸鸭 一个个晃悠悠地撞门撞墙 样子极为呆板 看来天道宗的人也预袭了 天道宗的人开始 就被安排到养殖场的 然后瞧瞧从服录中 取出几十把弓箭 连同一堆箭足 哗啦倾泻在众人面前 瞧瞧询问有谁精于弓箭的 尚师兄一看这玩意 居然有支物符 不仅大惊 还没见过有这么小的服录似的 薛晓兴奋地一手拿起弓 就要展示他高超的箭术 咔嚓一声 一箭竟射中了一具尸馗的喉咙 那尸馗并没有倒下 还想爬起来 然后薛晓又补了一箭 一下就射中了尸馗的脑袋 尸馗直直地朝地上倒去 乔乔正拉着弓 薛晓惊叉不已 这么小的孩子竟然能拉得动 这么重的弓 所有人将弓搭建 箭足齐齐朝着尸馗们的脑袋射去 不宜会大门口的尸馗全部被解决 这时大家一跃而起 翻过围墙 天道宗的人正在院子 看到徐珊珊他们来了 不仅大喜播望 徐珊珊表示 大家都是队友 要走当然是一起走 瞧瞧冷静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院子里竟还有一大帮尸馗 应该只要把这些尸馗清理完 就可以回去了 然而此时 高气的围墙外 忽然传来一档十分尖锐的嘶吼 闭头长发披面的三级红衣尸馗 从大棚顶上跳了下来 这应该就是阵长的儿媳 最强大的尸馗 栅栏旁的一排围墙率先阵的粉碎 石块708落地掉在地上 与保护罩里的众人面对面 大眼瞪上了小眼睛 三级便以尸馗一爪子 抓在透明防护罩上 发出哽的响声 隔着最近的天道宗弟子 用旋力抵抗那一击 但防护罩已有裂缝 这种危机时刻只有车到养智棚去 徐师姐跑在最前面 刚要踹开养智棚的门 后面跟着人提醒 要徐师姐小心点 怕棚子里也会有尸馗 王师兄一把挡在最前面 一脚踹开幕门 迎面出现了一具 长有白毛的三级尸馗 抓住王师兄的胳膊 进一口咬了下去 一会鲜血似箭 这时徐师姐手持长剑 一下刺穿了尸馗的脑袋 大家都进到棚子后 王师兄因为被咬伤一脸痛苦 乔乔猛地举起手中弩剑 瞄准了王师兄的脑袋 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更有甚至下意识 去阻止乔乔 小师妹 你做什么 小孩冷冷地表示 师兄被感染了 后面也会变成 和刚才的那个诗馗一样 王师兄有15天的潜伏期 但是等死的日子 会很难受的 王师兄无奈地表示 在大家离开清河镇前 会自行给个交代 乔乔只好放下免剑 这时大家才发现 屋子里还有了一对官兵 原来刚才那个人 是被感染了 然后被官兵绑住了 但是刚才拼命 正拖跑出去 官兵因为饿了好几天 也没有力气阻止 然后乔乔丢出一袋里 给官兵冲击 这时乔乔拿着戒齿 准备全力迎战 大家一看着小娃娃 都这么积极 顿时士气高涨 屋顶终于被那个 三级尸馗抓住了一个大洞 那东西嚎叫着跃了下来 乔乔一戒齿当头劈下 相当干脆地劈断了 那个做掩护的 白毛尸馗的脑袋 那个红衣尸馗 向着乔乔扑了过去 乔乔一戒齿 朝着尸馗的脑袋 拍了过去 因为没有了三级尸馗震慑 外面的尸馗 这时躁动不安 红衣尸馗 趴在地上发出一声怒吼 那尸馗像听到了召唤 融合成一个巨大的黑球 朝着乔乔滚动而来 仙君一发之计 天边骤然间 出现了一道火红的光芒 连着一片烧红的云层 将整个天空 都渲染成一片赤色 小孩迟钝地 小心肝微微一跳 骤然发觉自己的小身板 已然不受控制地 往天空飞去 瞧瞧想着 这股温厚的旋律 该不会是 小女娃娃欲施压为功 太子及时就场火烧施压 瞧瞧身体周围 绕着一团纯色光芒 无数只施压 尚未靠近过来 就被这道光芒绞碎了 土豪太子也太厉害了吧 来不及细想 整个小身子 便落入了某人怀里 被某人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 煞尸卷入怀中 小孩这才发现 太子站在一条浑身 包裹着火焰烈芒的 上股金龙身上 迎风而立 龙身锁过 天空一片烧红 那些施压 当即被烤的毛 都不剩下一根 龙好像并非玄兽啊 连太子微微偏着头 贴近乔乔的脸颊 温柔至极 咱们分开的时候 约定过什么 乔乔倒不记得 有什么约定 一脸茫然 太子笑盈盈胆 继续盯着乔乔 我不是说过发生什么 都可以找我 小孩哼了一声 这太子山高皇帝远 难道一召唤就能出现 远水也解不了尽渴呀 太子紧紧地抱住乔乔 额头贴住乔乔的 让乔乔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信任他 他说出的话 都是能办到的 乔乔疑惑怎么一遇到危险 太子就出现了 难道太子派人监视他了 太子怕乔乔误会 连忙解释 是半路上遇到了熬夜 若是他晚来一步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对刚才乔乔遇 还心有预计 然后太子的手 正要做打他屁屁的动作时 小家伙马上意识到 这太子又要 当着别人的面打他了 马上一个虎扑 抱住了他的脖子 一张口往屋一下 咬在了太子的下巴上 硬蹦蹦的 好哥人 吃瓜群众都看呆住了 太子一把将小孩的头推开 割牙呢 乖 少年伸出修长的手指 一如往常般朝天际一指 你看看那些怪物 小朋友顺着太子指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一簇簇火焰 像是散开的流星般 向着当空盘旋的 施压群飞去 好多火焰 一簇簇一团团 在空中尽情地飞舞碰撞着 轰然散发出更为耀眼的鸿芒 乔乔好像想到了什么 这是火灵 武灵的力量 太子一脸愕然 这小孩竟然知道武灵 难道是那神水宗师傅告诉他的 乔乔这两世的人 还是被这火灵给震慑到了 念贪怜也变得兴奋起来 武灵真的好强大呀 太子捡起那地上的弓箭交给乔乔 然后扶着乔乔的手 做出拉弓的动作 太子向弓箭中注入一道旋律 并告诉乔乔 把旋律注入普通武器 也可以发挥出堪比旋气的力量 这剑一下就飞了出去 即如流星窜向那个三级红衣尸魁 建立以贯穿那尸魁的整个身体 轰然倒地 再也无法动弹 乔乔震惊不已 太子这家伙根本就是 常人无法企及的强 太子这是有多强 火烧铺天盖地的施压后 又用普普通通的剑 杀掉了最强尸魂 太子要打乔宝屁屁 乔乔直接咬了太子一口 断月看着乔乔和太子亲密无间 十分不舍 还不怕死地让小朋友到他这来 小朋友忽然发现小树球球 伸出一根翠绿色的质鸭 攀上了太子一侧身子 原来球球正在吸收太子的旋力 太子的旋力十分浑厚 球球吸得如痴如醉 由于吸了太子旋力的关系 这小树请客兼枝叶树干长的极其茂盛 这小丫头的秘密还真多呀 因为是乔乔身体里的树 太子半点没有因为身体中的力量 在被某个坑爹树滋滋吸收 而显露出不悦的表情 球球吸收旋力还不知足 还要求着 小主人 我想要这少年一滴心尖血 只要一滴我就能把桃源融入于心域 一滴心尖血要损耗太子多少精气神 这要求也敢提 乔乔眼神一点 这颗坑爹树发神经呢 越来越过分了 乔乔的小手猛拉了下太子的一脚 他的内心在咆哮 小树别太过分了 快回到原位 小朋友也怕太子会生气啊 再说这样掠夺别人的果实 他也不喜欢 球球感受到了主人的怒气 不敢造次 赶紧把树枝收了回去 呜 对不起 小树委屈巴巴地和主人道着歉 太子善意地笑着 没关系 他吸收不了多少的 小树立马就激动了 树枝又变长准备再去吸收旋力 乔乔还是不允许 但还是安慰着球球 桃源的旋力都给你 我修的旋力也给你 我们靠自己 会有变强大的一天 球球乌叶着 只好做吧 他才不是随便谁的力量都要啊 只是太子的力量浓郁又强淡 实在吸引树 小树太不懂事了 乔乔望着太子心里满是歉意 太子低头看到树枝已不见 还关心着乔乔 你没事吗 我的旋力全给你也可以 不用担心我 这太子可真够大方呀 自己辛苦修炼的成果还要拱手送人 太子一挥手 面前所有倒塌在地的木料碎片 都轻轻地浮了起来 封闭木棚子底下 露出一个洞口 是粮仓的入口 乔乔和太子到了粮仓的入口 太子增负道 乔乔跟我进来 其他人在外面后面 段月看着太子和乔乔又堵住 晚脸不爽 底下建造了四个地下粮仓 堆积着满满的穀物斗类鼠被 乔乔当着太子的面挥手 挪出置物符 将之中的满满 然后又掏出一叠置物符递给太子 给你 这是置物符很含有的 我就不欠你了 太子差点笑出声 很自然地伸手 接过她递来的置物符 在她的心里 她的乔乔太了 这个女人是朵白莲花 上一世成了乔乔的后妈 害得乔乔失去了弟弟 乔乔一回到家看到这个女人 犹如一记晴天霹雳 瞬间心情不好了 森冷眸光要杀人 对着那女人咆哮道 滚 滚出去 老太太气得浑身发抖 你太没规矩了 这是你瘟仪 乔乔的眸中似有毒箭放出 质问旁边的长伯 为何要放乱七八糟的人进来 并吩咐长伯把这女人赶出去 多这女人不走 那么走的人就是长伯 小女娃娃虽年龄小 但说的话很有震慑力 这家也是小女娃娃 拼了命正道的拘留权 而且现在兵荒马乱 长伯很难找到这样的安身之处 小女娃娃说的话不敢不听 然后长伯拉着温如婉就要把她带走 这温如婉向老太太祈求着 老太太骂乔乔放肆 不知李树 正在这时乔乔爹爹和娘亲赶过来 娘亲看着乔小朋友一脸的不高兴 也感觉很奇怪 怎么小朋友一到家就会这么生气 爹爹也忙劝说着 这瘟疫是从澎湖那边逃过来的 也很可怜 总不好让她回去那种地方 乔乔气得牙痒痒的 父亲的唠叨他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他只知道 没有人懂他心底的苦 他们也根本不知道留这个人在这 将会发生什么事 忽然一双大手向乔乔伸伸了过来 并从背后抱住了小乔乔 乖 冷静 要处理也不需要正面冲突 原来是气度非凡面容俊美无双的太子连 太子当着大人们的面一把将小朋友抱了起来 乔乔的房间在哪里 带我去参观下好不好 太子这是来拉架的吧 这场战争终于熄火 乔乔趴在太子的肩头 眼睛死死地瞪着温如婉 这眼神能杀人 只看得温如婉心惊胆战 乔乔的爹娘半嗓才反应过来 娘亲一脸猛 夫君那少年是谁 看起来跟乔乔很熟络的样子 段月少年笑呵呵的 上前和乔乔的父母打着招 娘亲看着又一个美少年 还自称是乔乔的朋友 闺女之时初想 一个一个的美少年追着来 段月若有所思地表示 以她对乔乔的了解 乔乔是不会无缘无故对他人动怒的 可能是出有因 乔乔的爹娘对视了一眼 也觉得段月说得很有道理 虽然今天乔乔发火很诡异 但乔乔从小就很懂事 处处为家里着想 就是对一个乞丐 他也是非常可怜 这小女娃娃又要杀人了 他要让未来的后妈提前消失 墨太子把乔宝宝抱回归房 小朋友坐在太子的腿上 感情太子这肉店还不错呀 小朋友坐得很自在 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这太子一直对他也太好了 两辈子没见过 对他这么千一百顺的人 然而自己是个冷酷无情 喜怒无常的人 太子为什么要搭理他呢 这小孩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才会这样说自己 太子感觉很不是滋味 哪有人这样说自己的 这小朋友明显咋胡说呀 太子一把爱怜地捧住小孩的脸 小孩的眼里满是悲凉冷漠 太子让乔乔看着他 并问他可以看到什么 小孩瞪着他半上 心头却是微微一热 以前都没有这样仔细打扰过太子 你很美 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人之一 怎么还有之一 是让是那个段月吗 太子有点哭笑不得 不是 你看看我的眼睛 乔乔脱口而出 眼睛比那个段月好看 这小孩怎么还比较上了呢 段月也是倒霉 躺着也中枪 被生生踩下去了 太子听乔乔这样说开心不已 至少在乔乔眼里 他是非常好看的 太子很是啼笑皆非 然后一把抱紧瞧瞧 我是让你看着 我的眼里是对你的信任 无论你做了什么 我都站在你身边 太子在乔乔的小脑袋上轻轻一吻 深情地说 所以 你并不是一个人了 下次再也不要露出一个人好估计的表情 因为看着心狠狠 乔乔心里一热 像是找到了依靠一般 这应该就是朋友吧 并说出他心里所想 我想要那个女人死 就是那个后来害他失去弟弟的新精女 小孩的眼里略过一丝杀意 太子也是一惊 他的乔乔又要杀人了 但肯定是情有可原 他只会一直支持他 这时乔乔的娘亲听到房内窃窃私语 在门外敲门 询问乔乔 他是不是能进来 虽然闺女还年幼 也没那么讲究 可这少年登堂入室直入闺房 他怎么总觉得像是莫名多了的女婿 太子礼貌地和这未来丈母娘打着招呼 声称自己是乔乔最好的伙伴 这女婿也长得太俊美了哈 乔乔的娘亲不免多瞧了几眼 娘亲已看出太子不是寻常人家的 感叹不已 不知道是哪家的儿郎 少年高华 如松如竹 养得可真好 这王公里锦衣玉师养出来的能不好了 女人心态上未必是好事 乔乔的娘亲一心软便隐狼入室了 没想到带回来的女人是个定时炸弹 这白莲花若是离得远远的 乔乔也可以无视他 可是如今看来 命运的齿轮从来不会试图放弃转动 这温如婉又贴近了他们家 那么就不能怪他心狠手了 隔天 乔乔的爹爹正端着包子向饭厅走去 温如婉笑盈盈的大献殷勤 乔大哥 早饭让我端进去吧 乔乔的爹爹并未细想 如婉你好歹是客人 就别抢了 这白莲花一下就要去抢盘子 手故意抓住乔乔爹爹的手 一边给乔乔的爹爹按送秋波 并表示是老太太让他要多替乔乔的爹娘分担一些 看来白莲花在老太太面前没少羡慕 这老太太本就不喜欢乔乔的娘亲 白莲花想去翘墙脚也得到了默许 恰在这时 乔乔走了过来 看到了这恶心的一幕 冷冰冰的脸上露出阵阵寒意 白莲花也被吓了一跳 连忙抽回手 温如婉心里虽即讨厌这小孩 但还是费力地演着戏 一个劲地问乔乔睡得可好 住得舒不舒服 炎然把自己当作了女主人样 乔乔里都不理他 静止走了 一家人用餐时 乔乔的爹爹和二叔边吃边说着话 而乔乔的娘亲在为绫儿吃饭 温如婉感觉这一家人都没人将她放在眼里 于是她又故意找了个话题 她听说西九城明天举行万花节盛会 提议他们这一家子去逛逛 乔乔刚加了一口菜 忽然停住 冷冷地扫试了一下温如婉 谁跟你是一家人 一句话犹如晴天霹雳般打向温如婉 高涨的热情一下被打熄灭 而这时小灵儿却拉着乔乔的衣紧 吵着要去看花卉 小虎哥也对二叔说想去看看 温如婉一看灵儿和小虎都要去 刚准备劝说乔乔乔乔乔乔一把将筷子趴得放在桌上 现在她是听不得见不得这白莲花 一下倒的食欲都没了 然后拔腿就要走 临到门口回过头 既然这样 明天我们就一起去好了 乔乔寻思着出去也是个好机会 正好把这白莲花给处理了 免得再生事端 乔乔的娘亲因为大着肚子 老太太叫她就待在家里 游温如婉带孩子们去逛 乔乔的娘亲不好说什么 但还是有些担忧 一场除掉白莲花的好戏正带开罗 乔乔让少妖跟着小灵儿和小虎 好好照顾他们 少妖看着小主人 总感觉小主人有点奇怪是想支开她 但也不好违背小主人的意愿 这时温如婉讨好般地对乔乔说 乔乔一定要跟着温姨 温姨会照顾好你了 要不是在乔府衣食无忧 她才懒得巴结这小家伙 温如婉小心翼翼地跟着乔乔 又开始拍起了彩虹屁 小灵儿真的好可爱呢 让人忍不住打心眼里喜欢 不知道子晴姐的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 到时候我也好学着照顾 不然到时帮不上忙 乔乔阴沉捉脸 温姨这说法好像要当二娘似的 乔乔这句话是说到温如婉心里去 她还不好意思地羞红了脸 可是 从今以后大家都要在一起过好久好久 可以的话 也希望乔乔能把我当做家人 我会像子晴姐一样保护好你们 并会照顾好中邦哥 这里子晴姐和中邦哥就是乔乔的父母 这白莲花还真是狼子野心 甜不知耻 反正他也活不过明天了 乔乔软哼一声 保护吗 上一世把他弟弟都弄没了 保护啥 这时从天而降一个黑衣蒙面人 正向乔乔他们飞奔而来 乔乔立声问道 什么人派你来的 那人不怀好意地笑着 让乔乔他们到阎王殿去问 温如婉大惊失色 乔乔这可是什么人了 乔乔没好气地说 不是说了吗 到阎王殿去问 不过没关系 温一会保护我的对不对 温如婉早已吓得心里没了底气 结结巴巴的 不我 没说一句完整的话 那蒙面人手持力气向他们砍杀过来 温如婉一把将乔乔推到前面 做了挡箭牌 她自己飞速逃跑 她暗想自己只是个普通人 而那小孩是个玄师 也轮不到她去出头 好不容易脱离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犯不着为了那丫头莫名其妙地丢了命 而那丫头根本不想她在那家 这次死了最好吧 温如婉拼命地跑到了一个树林旁 听到了一阵沙沙沙声 停住呼吸 心都快跳出嗓子眼 谁 谁在呢 放大的眼瞳内 陡然间出现一张皱皱巴巴 肌肤完全坏死的脸 正僵硬地一蹶一拐地向她走来 温如婉下的大气不敢出 用手捂紧了嘴巴 那时葵正面目猙獰地瞪着她 吓得她夺慌而逃 大喊着救命 一会就到了一处几层高的阁楼前 跌跌撞撞地连滚带爬 推开了阁楼的门 救命啊 有人吗 但里面没有任何回应 蹬蹬蹬一路爬到了楼顶 她身体已经完全透支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这时后悔不已早知道城里也有诗魁 就不应该离开那丫头 而自己只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这时一只手抓住了她 她拼命挣扎着 手扶着栏杆 瑟瑟发抖 这时一只手猛地一推 她整个人仰躺着掉了下去 眼里满是惊恐与绝望 被诗魁追赶 想当瞧瞧后妈的白莲花直直地摔了下去 毫无悬念地怦然落地 四肢僵硬着成一个大字形 后脑勺一抹烟红的鲜血 迅速地蔓延了出来 乔乔被白莲花推出去做挡箭牌 直面手持力气的匪徒 乔乔又怎样了呢 只见乔乔拿出戒指 迎上了匪徒的铁制狼牙榜 一下将蒙面人弹出树迷远 蒙面人不仅大惊 她没想到这小孩的修为静在她之上 臭丫头 别以为你是悬尸就了不起 蒙面人大喝一声 挥动着狼牙榜 向着乔乔当头棒击而来 顿时尘土飞扬 吹得乔小朋友眼睛都睁不开 那人得意地吼叫道 就你这副身板给老子赛牙缝都不够 忽然小乔朋友消失不见 只听着小朋友冷笑一声 人早已腾空生起 站在了一棵大树上 我何时说过悬尸就了不起 然而对付你一人还是游刃有力 只见乔乔手持戒指一下 就朝那蒙面人打了过去 蒙面人连忙用狼牙棒去挡 只听砰的一声 狼牙棒居然断成了几节 就在这时 太子连拍手叫好的朝这边走了过来 小乔乔赢了呢 真厉害 那蒙面人见太子来了 连忙跪倒在地 乔乔疑惑地看着太子 你认识他 原来太子在惠安郡主内见过这人 乔乔想着这惠安郡主 他好像没什么印象 而且他也和这惠安无云无丑 难道是与太子有关 那人早已吓得瑟瑟发抖 趴在地上 头都不敢拍一下 连声说着 属下该死 属下该死 接着太子吩咐侍卫搜那人的身 侍卫从上到下搜了个遍 竟搜出了一个小盒子 里面有一颗红色的药丸 那人早下的魂不附体 大叫着 这 这是属下随身携带的药丸 疗伤用的 这种鬼话怎么骗得过乔小朋友 乔乔冷笑一声 让那人把药丸吞下去 只见那人汗如雨下 结结巴巴巴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太子也在一旁附和着 怎么不是疗伤药吗 既然小姐开口了 那你就吞下去吧 那人拿着药的手都在抖动 但太子之命不可为 只好忍痛孤独吞了那颗药丸 那人不由自主地抖一下身子 瞳孔因恐惧而骤然一缩 太子让那人回去负命 那人带着浑身上弯弯扭扭的仓皇出逃 乔乔还不如担心地看着太子 是你皇亲的手下 这样会不会有麻烦 然后太子俯下身贴近乔乔的小脑刮边 轻声低语道 乔乔 无论谁会伤害到你 我都会替你处理 小娃娃用戒齿鸡腿狼牙棒攻击 太子拍着掌叫好 然后太子将乔小朋友送回家中 白莲花之死的消息 肯定会让家里炸开锅 果然乔乔刚推开家门 一家人的脸上都满是惊吓 小练大叫着 姐姐你回来了 乔乔的娘亲因为惊吓眼睛瞪得圆圆的 大张着嘴巴 乔乔 出大事了 刚刚城主这人来说 城里出现了试鬼 你问一不幸碰上了 老太太坐在椅子上正气不成声 我那可怜的侄女 乔乔的爹爹正在一旁安慰着 娘 别伤心了 如婉不会希望看到您难过的 乔乔这事忽然想到了太子说的话 只要会伤害到乔乔的人 他都会帮忙处理 乔乔猜的没错 这是的确是太子安排的人假扮的试鬼 然后将白莲花给处理了 再说这温如婉只是个外星人 只是和老太太沾亲戴故 乔乔的父母而后就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死讯 隔天 睡得正香的乔乔被一阵吵闹声惊醒 他迅速地爬下床哒哒哒地来到正厅 乔乔的娘亲正笑呵呵 小莫 试试伯母做的包子 阿月 你也多吃点 看把你这孩子给瘦的 乔乔也是一脸猛逼 两大帅哥都到场了 又有好戏要开罗了 太子和段月两人对视 好似有雷电闪过 空气里都是火药味 乔乔的娘亲让乔乔陪着两个公子聊天 乔乔扶着一把椅子坐下 一脸嫌弃 你们真的好有嫌 一大早上我家吃早饭 段月少年手捧着一个盒子 递给乔小朋友 可能这样献殷勤有点害羞 眼睛都不敢看小朋友 然后将盒子打开 是一盒子威力十足的崔星雷小炸弹 原来段月要随时能回复小宗了 三年两载估计出不来 但三宗有聚会比试 还是有机会见面的 乔小朋友接过来 啥也没说就饿了一声 这崔星雷可是费了段月少年不少的心血 乔小朋友也太没良心了 居然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 段月少年有点失望 太子一听着讨厌鬼要滚蛋了 喜笑眼泰 长伯 早点把段月公子送出门吧 他还要赶路 这太子真够阴累了 帮乔乔赶客 段月少年明显有点失落 要走了希望能听到乔乔说点什么 乔小朋友挤牙膏似的 祝他一路顺风 段月少年不好再待下去 也只有扭头走了 虽然有点依依不舍 但也很无奈 小朋友转而问太子 是不是也是来告别的 乔乔本来是试探性的开下玩笑 没想到太子却说他也是要走了 还问乔乔若分开个三五仔 会不会想他呢 这个纸环是世间难得的宝物 可以防御十二级玄尸攻击 这是太子送给小朋友的离别礼物 乔乔瞬间被这个散发着 墨绿色之光的东西给吸引了 太子俯下身细心的帮乔乔戴上 这是防御用的 可以抵御十二级玄尸的攻击 随着你的秀为增加 它也会变得更强 这个纸环戴上之后 就十分服帖收缩成了 小朋友的手指尺寸 而且有一种独特的韵文 之前在应付尸魁时 集中浑身旋力 竟引出了戒指中藏有的火灵 而那丝火灵 怎么看都与太子三手间放出的火灵 有极大相似之处 他很早就怀疑太子是玄气师了 瞧瞧猜测 应该是这伙打造戒指的时候 将火灵给融了一丝进去 你是玄气师 瞧瞧迟疑地开口 上次他就想问了 太子笑着点点头 小朋友还真聪明 这个锦盒还有个隔层 取下上一层后 底下露出一只默色流光金属质地的人偶 蹦蹦跳跳跟打了鸡血似的 见过小主人 小主人最可爱 小主人最聪明 瞧瞧不敢相信地 看着这个会说话的小人偶 太子竟给他送了个玩具 然后太子告诉他 这是个机器人 他可以陪你聊天紧门 替你跑腿 甚至可以替你杀人 杀人 就这么个迷你的小不点 瞧瞧不可置信地看着这小玩意 太子感觉任务完成了 笑呵呵地 然后向瞧瞧伸出手 瞧瞧 我会很想你 在头上轻轻一吻 我会很想很想你的 你要好好的 不要涉险 知道吗 就在这时忽然出现了一团火球 里面有一个沙马特发型红发少年 殿下 该走了 太子笑咪咪地介绍 这是小七 这男孩眼里都是火光 瞧瞧马上意识到 这是那条龙 就是武林之一的火灵 瞧瞧激动地冲到火龙面前 火龙目目圆睁 没想到这龙这么凶 瞧瞧真想教训一下他 气鼓鼓地问太子 我打得过他吗 太子满怀歉意地表示 打不过呢 瞧瞧只好气往肚子里吞 然后太子让小朋友去睡觉 小朋友不耐烦地表示自己刚睡醒 还怎么睡 只见太子手指轻点 小朋友马上进入睡眠模式 太子不忍看见小朋友因离别而感伤 居然把小朋友给催眠了 太子一把将小朋友搂入怀中 腾空抱了起来 走向小朋友房间 将小朋友小心翼翼地放到床上 然后太子乘着火龙穿越云层而去 他的人虽然不会在小朋友身边 但心里会想念他的 他在心里默念着 乔乔 我们会再见面的 这个女人极度心超强 太子喜欢乔乔 他就派人去加害乔乔 并还想让乔乔服下寒毒丹 那丹药气寒无比 可治终身不遇 但令他万万没料到的是 小孩却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狼牙棒的刺客吃了败帐后便快马加鞭 日夜奸诚赶回到王府报信 这时惠安郡主正在一处庭院看书 怎样 看到太子哥哥心悦的女子吗 刺客跪倒在地 面色十分难看 整个人都在抖动 是一个七八岁的平民少女 郡主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高拢的太子哥哥 心仪的人 尽是个乳秀未干的小丫头 他质问有没有把那女娃娃处理了 给的寒毒丹是否派上用场 刺客早下的汗如雨下 哆哆嗦嗦地表示 属下 属下敌不过那少女 惠安郡主简直不敢相信 这个七级以上的舞者 居然敌不过一个小丫头 这时舞者的眼里正充满了血丝 声音里充满恐惧 不仅如此 寒毒丹现在在属下体内 惠安郡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然后这个舞者的身体正在膨胀 脸上有鲜血渗出 衣服也随着身体发胀而撑破了 只听得砰的一声 鲜血似简 舞者暴体而亡 惠安郡主根本无法想象 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会给他带来多大的冲击力度 巨大的声响震动了整个安南王 郡主也被炸晕了过去 在一个雪花纷飞的寒夜 乔乔正坐着一辆马车 乔乔正在雪夜里向前飞奔着 原来这是去神水宗的路上 神水宗在大雪山上 而且离乔乔这个墨国很远 是美女师父邀他去尸门的 但乔乔因为母亲要领盘了 所以决定等母亲生了之后 在出发 美女师父在领走前 满心期盼能早点见到这个得意门生 一下子 太子 段月 师父全都走了 乔乔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两个月后 母亲快要生产了 由于家里早就请了稳婆住家 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一切都是那么顺利 母亲经过一阵撕心裂肺的产痛 终于平安生下了弟弟 当街生的稳婆满面笑容地抱着弟弟出来报喜时 乔乔温软的眸光便落在了弟弟的墙包上 乔乔望着弟弟那可爱至极的小脸大 眼里满是星星 小森 我们又见面了 上一世的弟弟还没成人就惨死 这一世他已提前为弟弟扫清了害他的人 小弟应该能平平安安地长大了 然后乔小朋友便辞别佳人 前往神水宗 乔乔和随从正在一僻静处烤火驱寒 心里有一种酸楚涌上心头 不免有些思念佳人 一个随从录着诧异的目光 西边内叫一个乱了 天天开战 小乔 你一个小娃娃 去邱国到底为啥 上一世惨死的弟弟 又再次重生了 乔乔这才放下心来 然后前往神水宗去修行 途中休息间 一个随从居然看到了一只鸡正咕咕叫着 乔乔的心里顿时升起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猛地回头一看 果然见到若鸡那货这回正蹲在树底下咕咕叫 我去 他怎么跟来的 乔乔朋友疑惑不已 他没有召唤这鸡啊 咋的又出来了 咕咕 若鸡警惕地拍了下短小的翅膀 王叔和随从眼里满是惊喜 好像看到了烧鸡一样 那味道应该鲜美至极 乔乔一看他们的馋样 就知道他们想的什么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这若鸡速度之快 是普通人抓不到的 乔乔站起身来表示自己要离开一下 然后一手掐住鸡的脖子 跟我来 走到了一棵树下 乔乔询问若鸡怎么又出现了 若鸡立马伸出鸡爪子 掌上赫然出现了一个赵字 乔乔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他并没有召唤他呀 难道这鸡回不去了 得跟着召唤者 那鸡无奈地点点头 太子送的小机关人正趴在乔乔的肩头 主人 这只鸡叫什么 鸡立马竖起骄傲的新女毛 好像在展示自己有多美 乔乔想来想去找不到合适的名字 蹦蹦哒哒的 主人给我名字 主人是爱我的 小机关人不服气 争起宠来 说起了风凉话 好难听的名字 主人果然最爱的是我 乔乔坐着马车一路向秋国驶去 隔日 终于到达秋国的城门前 正有官兵拦住去路 停下 进入秋国境内的车子 都必须接受盘查 一个官兵先开马车的轿连 正想查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刹内间便迎上了一双兵破寒忙无情淡漠的双眸 明明只是个静坐在车中的小孩 一照面间却陡然把那士兵吓了一跳 哟 这小姑娘长得可标致 就是脸是僵着的 然后就毛手毛脚的伸出手要去抓小孩衣服 只不过手才伸过去 就被什么东西狠卓了一下 官兵连忙缩回身子低头一看 手被啄出的血印子 当即脸色皱变 恶狠狠看向车里 什么鬼东西 方才被小孩兵资欲骨之冒吸引 未曾发觉 这车里居然还有只鸡 当即这人眼貌金光 头 这里有只鸡 头一听是鸡也是欣喜不已 自从尸馈遍布邱国 别说鸡鸭鱼肉 一日俩餐勉强混个温饱就不错了 官兵头不怀好意的说 那只鸡没有简密文件 先扣了 还有那女孩 先送到我那里 不要亲自盘问 那个官兵马上去执行头的命运 让乔乔赶紧下车 这守城士兵是有多馋 竟盯上了乔乔的弱鸡 弱鸡是乔乔的召唤物 并不是谁家的下韭菜 鸡意识到危险 爪子忽然做出刨地的动作 士兵感觉不可思议 这鸡在做什么 在挖坑给自己做摇鸡吗 皱目睽睽下 这只弱鸡的体型正在发生诡异的变化 它不断摩擦的鸡屁股上 尖尖地围语不住延长伸展 一缕青蓝色的光芒陡然间在通身绽放 它那对短小到可怜的鸡翅膀忽然间展开了 拉出一道华丽丽的光影 展开足足有数十米长 啪啦啪啦青色的羽翼指展天际 乔同学带入目击 下意识地眨巴了一下眼睛 相比小主人的呆滞 最为精具的是守卫那伙人 他们恨不能自说双眼以求告慰 这哪是鸡啊 眼前这只羽翼偏长华丽 双眸青光乍现的大鸟 拉点像是鸡来着 青鸟扑扔着超级巨大的翅膀 自天空急速滑飞到乔乔面前 还不及反应 就觉身子一清 整个人便被甩上了青鸟背部 骤然腾空而起 随从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一幕 妈呀 这是那只秃毛鸡吗 有妖物 放箭 快放箭 守成头而怒吼一声 手一抬 底下士兵举着弓箭盾牌刷刷猎阵阵 这是数百上千只弓箭 骑骑向天空中的大鸟射去 只见大鸟扇动了下巨大的翅膀 瞬息之间就将所有 射至它面前的箭卒吸附住了 此时真像是时间停滞一般 所有的箭卒都在青鸟面前停顿住了 无奈青鸾 天地化身而成 来等可记清楚了 大鸟立声鸣叫后 只见无数根静止不动的 箭卒骑刷刷的调转方向 羞羞羞冲地守成大军暴击而去 士兵们屁滚尿流地往阵子里冲去 杂乱不堪地各自找遮蔽物阻挡箭矢 只是这轮箭矢来得实在突然 邱国士兵哪里来得及反应 至少一多半人都被这从天而降的箭矢所伤 一个个目录恐惧倒地翻滚哀号 青鸟掀起巨大的羽翼 划过闭色长空 刹奈间便消失在众人眼前 一个小女孩望着天空中的大鸟 娘 好大一只鸟 再往雪山飞去呢 瞧瞧随大鸟这一路飞过秋国境内 到了有大片大片白雪覆盖 起伏连绵的山脉 目测这应该就是师父所说的大雪山了 青鸾落地后把它放下 收起一双偏长羽翼 整个身形都缩小下来 此时的青鸾 完全化成一只毛茸茸的小鸡仔鸟 弱鸡居然变成了一只神鸟 士兵向大鸟的方向弓箭齐发 大鸟挥动翅膀 弓箭调转方向齐齐向士兵射去 然后大鸟将乔乔带到了一座白雪覆盖的大雪山 青鸾完全化成一只毛茸茸的小鸡仔模样 乔乔一把抓住鸡的脖子 既然会飞 我们为什么要坐那么久的马车 鸡被小朋友吓得要哭了 小朋友看着那白雪覆盖的大雪山 这就是师父所说 五月城外的雪山吧 鸡刚才被掐得晕呼呼的 我拉着小脑袋 小朋友不忘提醒那若鸡 在这里不要变成刚才那大鸟的样子 鸡咕咕叫着 跟着小主人 沿着白矮的小路飞速上山 咕 小鸡仔停了下来 乔乔也跟着顿住脚步 因为前方山路出现好多人 沿着主山道一路排队往上 人山人海 乔同学抬头可以隐隐绰绰地望见一道气势宏伟的山门 上课神水踪三字 大气磅礴 乔小朋友刚要穿过人海去前方打探一下 却听到排队的人在说 到后面去 别插队 乔乔疑惑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这都是在干嘛呢 从旁人口中得知 原来今天是神水踪一年一度开门收徒的日子 难怪会这么热闹 乔乔表明自己是来找师父的 而且师父是神水踪慕容前 慕容前还口口声声说他天赋绝佳 一辈子就他这么一个关门弟子了 忽着求着要把他抱回师门吗 现在这算咋回事 这么多人来找他 他居然收这么多弟子 大骗子 骗宝宝 围观的群众先是一棱 随即不可置信的乐 哈哈哈哈 他说他师父是第一封瞩目容前 年纪小小的真会变 乔乔见众人不幸 便在衣服里翻找师父送给他的玉佩 美女师父给他说过 只要凭借这个玉佩之神水踪 便会有师姐带乔乔去见他 随便遇到一个师姐 给他看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吧 乔小朋友一抬头 就见前面一名十岁左右的红衣小女孩使劲朝他招着手 我说你啊 过来 过来 你也是来参加神水踪测试的吗 别理那些人 跟着我就可以了 小姑娘还早去到 我们就排队候着吧 很快就到我们了 哪有这个小姑娘说得那么快啊 一直等到日落西山时分 才总算轮到他们去测试了 轮到红衣小姑娘测试时 小姑娘有气无力地伸出小手 随后负责测试的师姐拿着玉刺瓶 一滴水落在小姑娘的左手心 鬼知道这什么扩测试 进神水踪居然要通过神水测试 等到日落西山 偷受测试的是红衣小姑娘 片秒之后 水珠浸在小姑娘的手心中来回滚动 放出一丝柔软的光亮 这抹光亮 就如同拖着一抹皎洁的月光 照应着她洁白无暇的小脸 十分美丽 这滴水还真是有点名堂呢 之前所有人都没反应 那滴水看不上他们吧 负责测试的师姐表示小姑娘已通过了 乔同学哒哒哒跑到两位师姐面前 刚要伸手去掏摸兜里的红衣玉佩 小乔朋友刚要说 我是来找师傅 在她的手腕上 一滴冰凉沁骨的水 滴落在她的小掌心 偶然间 这滴水在小朋友掌心散发出 皎洁无瑕的光芒 刺目的白光直接从她掌心散来 比起之前那小姑娘的那点淡淡柔光 这才叫真正的光芒万丈 瞬间便划破了当前的黑夜 照得四周一片雪亮 在场的人各个震惊地瞪大了眼珠子 天啊 好亮 这是一位年龄稍长的师姐走了过来 这人就是第二封风主 再给她一滴 只听了旁边的师姐叫那人师傅 测试的师姐又在小朋友掌心点落一点水 恍惚间 所有人眼前都被一道刺目的白光给夺走了视线 耀眼的光芒 天地万物亦可遮挡 直到两滴水缓缓渗入小孩的手心皮肤内 那可怕而夺目的光 这才渐渐地退了回去 那封主张大嘴巴发浪了不到片面 当即犹如恶虎扑石一般冲的小孩扑了过去 真不往师傅来这一遭 可捡到宝了 乖托儿快更为试回第二封吧 乔乔刚要说我 我师傅是 还没等他说完 这个封主好像怕人抢似的 连忙显示主权 你师傅是神水宗第二封主杨熙荣 扶儿累了吧 为师这就带你回封 然后这师傅不用分手地抱着乔宝飞奔而去 素衣飘然而过 一名清蒙美丽的女子陡然间出现在众人面前 刚刚是神水的光芒 是选出哪位优秀的玄师吗 然后一师姐忙解释 师伯 是师傅刚刚新收了一位小师妹 已经带回第二封去了 原来师伯就是慕容前 这还怕我跟他抢似的 天赋再好 也比不上我的小徒儿 等我徒儿寻来 让你们见识下 什么是真正的天赋异禀 冰雪聪明